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 我介绍在场的列席人员 我们交通部贺城部长 陆正师 林继国师长 会计处 洪玉芬处长 人事处 林能静处长 总务师 陈玉文专门委员 民用航空局方志文副局长 公安局周永辉局长 副局长 张其冲 企划组 是 谢军峰主任 旅游服务中心 陈立国主任 好 谢谢 旅馆 旅馆业 曹宝多岛中心 陈 呃 刘世民主任 好 谢谢 台湾桃园国际机场旅客中心主任 陈荣卿主任 高雄国际机场旅客服务中心 张元级主任 谢谢 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方正光处长 谢谢 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林兴生处长 花东重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洪东涛处长 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谢文达副处长 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王忠明处长 北海岸及关英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陈美秀处长 谢谢 山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吴祖志处长 好 请坐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 张正前处长 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马慧达处长 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徐正能处长 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张龙城处长 请坐 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简庆发处长 好 谢谢 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徐祖龙处长 谢谢 行政业主席处 黄耀生研究委员 好 谢谢 好 请议事人员宣读讨论四项的暗游 审查106年度 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关于交通部观光局及所属单位预算 寻答及处理 宣读完毕 好 请交通部 赫城部长报告 部长检要就好了 好 谢谢 没问题 主席 各位委员 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应邀列席贵席委员会 就本部观光局相关预算提出报告 深感荣幸 近年来 国内观光产业面临全球化 数位化及在地化的挑战 其中尤其是贸易自由化的影响之下 高消费力的商务客 多以自由行来往国际 同时 观光发展趋势又转为体验地方特色 旅客向往在地小旅行 深度旅游 因此 传统以团客为主的经营模式面临危机 观光产业正在面临关键的转型 为了掌握这样的一个转型契机 本部研定开拓多元市场 协助产业转型 活络国内旅游 推动在地特色及绿色旅游的策略 希望能够拓展观光市场的深度与广度 有关观光局及所属 106年度施政计划及预算编列内容 请周局长向各位委员进行报告及说明 敬请各位委员会议支持 谢谢 主席 主席 各位委员 背感荣幸 首先对于各位委员平日的支持与指教 使得本局各项观光业务均能顺利推展 表示感谢 以下请就 部长刚刚所提示的四大策略 也就针对当前观光产业的状况 及未来的发展 需要所拟定的四大策略的部分 分别报告如下 针对拓展多元市场部分 我们也希望能够深耕成熟市场 尤其是深化台湾观光品牌的形象 拓展东北亚包括日韩以及港澳欧美成熟市场 那么希望能够提高重游率 其次希望能够推动观光的南向政策 能够推广特色的产品来准备接待的环境 那么其次针对陆克市场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能够以鼓励的方式 多元创新旅游的产品 朝分时分区分流的发展 朝分时分区分流的发展 那么来图确保旅游的安全跟品质 同时对于自由行的部分 我们希望能够重点突破锁定上海 江苏浙江等华东地区重点城市 与航空业网红旅行业合作行销 有关于针对第二部分 产业转型以及活络国内的旅游 那我们希望有几个策略 首先呢 针对多元的发展提升品质的部分 我们推动旅行业品牌化 尤其是品牌的这个形象的建立啊 希望多管旗下 包括旅树业的评件机制 以及开发新兴的市场 尤其在观光产业 关键人才的培育 加强导游外语等训练 那么在路客转型方面呢 我们采取钢要一 以培训新兴市场的语言方面为主 其次在活络国民旅游 积极辅导媒合的部分 我们是采取扩大国旅方案的钢要二 也就是希望能够提升 业者国民旅游的接待能力 推广深度主题旅游 同时加强国内旅游的行销 宣传及媒体的露出 尤其是在非假日的出游部分 是我们的推广的重点 第三有关于发展智慧观光部分 我们要推广电子票证 同时呢提供旅游规划的服务 持续强化台湾观光资讯网之维运 及服务能量 扩增旅行台湾APP 语言别的服务及资讯的提供效能 精实台湾观光资讯的服务 跟建制 其次针对自由行旅客 深入游台湾的部分 我们要强化大数据的分析 与应用 精进台湾好行台湾观吧的服务品质 同时在建制借问站的部分 扩大iCenter的服务旅游的体系 同时跟地方政府保持密切的横向联系 来整合县市的热门景点跟交通票证 以行销地方的观光魅力 第四推动在地特色的生态 及绿色旅游部分 我们强化在地体验 尤其是国家风景区的品质旅游 再提升的部分 我们希望能够做到以下三项 第一是体验观光点亮春落 那么在落实环境教育的部分 能够促进旅游产业多元的发展 尤其是怎么样让城乡均衡的发展下 让在地的青年能够返乡 来安定社会结构的部分 其次我们会持续来推动重要观光景点 建设的中程计划 落实6S 以及清洁整顿安心的一个环境 同时塑造地方分区旅游亮点 推动跨域亮点及特色加值计划 106年跟107年的重点计划 那么在滚动市检讨之后 我们希望能够辅导地方政府 营造具独特唯一 以及具有主题话题性的特色 观光的油气亮点 同时呢 我们也希望能够结合文化艺术产业等在地的特色 提升设施的服务水准 针对106年度预算的配合编列情况 周长那个第二项跟第三项 预算编列行业跟执行业就请参阅好不好 好 那么 结语就好了 是 有关于在税初的部分 因为有非常多委员很关心 所以我想利用这个机会 他们参阅就好了 好 请各位委员参阅 好 好 针对最后 就是台湾观光发展多元旅游的时代 确实已经来临 相信透过前述的 这个多元市场的开拓 以及协助产业的转型 發展智慧观光 推动在地特色 我们相信能够服以观光建设 及服务设施的高质化来拓展 深度与广度 那么106年度的观光主轴之一呢 确实是属于 扩大国民旅游的市场 这商机 让推广在地亮点 来带动国民旅游 我们预计大概可以 创造3600亿元 其中营造国家风景区域的 优质品牌的部分 大约是1023亿元 那么让台湾观光发展 根据竞争力 本局及所属 106年度的预算 横着各项建设计划 优先缓急 以及往年的执行绩效 配合市政的需要编列 敬请各位委员 会议支持与指教 谢谢 好 现在进行巡答 先宣告以下四项 巡答时间 本会委员8加2分钟 其他委员会委员4加1分钟 暂定10点30分 休息10分钟 委员发言登记于10点钟截止 各委员如果有提案 请于10点钟以前提出来 以便议事人员会整 中午原则上不休息 下午要省预算 现在请登记发言的第一位委员 郑委员保卿发言 郑保卿同志发言 好 请赫诚部长跟州局长 保卿 郑委员好 辛苦 早上我们很早来 六七点钟来的时候 我们在谈说这个部长还是不错 很称赞你 说你很有尬词 然后这个从善如流 不敢当 我们特别跟你称赞 那么当然就是 我现在请问你一下 这个 昨天 前 这个礼拜一 我们特别提到讲说 这个Uber一池的问题 是 现在开了几张滑单 到今天 是不是让我们市长来跟您做说明 开了几张滑单 跟委员报告 公司的部分 分别 第一天是六张 昨天五张 那那个司机的部分也是一样 六张五张 所以总共现在是有二十二张 六张五张 有没有看到这个七四是为什么 你知道吗 因为只有两天 只有两天 所以 两天就要看是一个大局 不过我们还是积极在做这个机场 会不会 会不会越开越少 会不会 会不会越开越少 我们全力以赴了 这个 我认为Uber公司 一方面讲说要跟政府机关沟通 另外一方面 我们大概越抓就越难 对不对 有没有发现到我们那个 那个Uber汽车也是 Uber 汽车也是一样 对不对 部长 对 执行会越来越需要技巧 越来越需要技巧 知道吗 为什么知道吗 部长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我想当然他们慢慢的也知道 政府的一些作为 有一些他的模式吧 那我想我们也有我们的限制 那这些事情慢慢他会熟悉 知道不知道他最主要是靠帐号封锁 知道吗 是 现在我们的执法人员被封锁了多少人 封锁多少人 对 就是你多少帐号被封锁了知道吗 你现在在叫不到进行车 表示你被封锁了吗 你现在叫不到一次的职务 表示你被封锁了 知道吗 多少人被封锁 跟委员报告 有关 违规经营计程车部分 这个 我们监理同仁的这个 信用卡帐号被封锁了这部分 我们倒没有统计 不过一直的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是直接 去 去就到 那个合作的餐厅 部长 市长 我跟你讲 我们被封锁了一百多个 只要曾经开过单的 剪辑过的 通通封锁 部长 所以我们当初叫你叫 他下架 APP下架 不是没有道理 就他一方面跟你讲说 我们要跟你沟通 一方面他封锁你的账号 他说一团做一团 来 现在请问我请问部长一下 请问市长一下 你们封锁叫APP下架 现在怎么样 进行怎么样 效果怎么样 在 委员报告我们已经 也遵照委员的建议 那我们已经请公总 应该是近日内就会 正式行文过去了 对我想我们这些手段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行文是吧 对 什么时候会先问 那速度太慢了 我们应该已经有交代工总 要尽快来 大概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而且我们应该这两天内就可以 这两天内 表示还没有行文 我想我们现在 现在处罚也好 叫他APP下架 都不是我们要的啦 对不对 我们就希望他能够做下来 好好谈 看怎么让他合法化 他现在问题是他不跟你谈 所以我们才用极端的手段 去逼他出来谈 对不 保定对不 这个才是维护我们政府官 官征最重要的一个方法 对不对 对不对 保定对不 是的 所以我看到啊 不错啊 现在财政会罚款了1.35亿 所以我跟你讲 政府他有力量 就有没有知道说要怎么目标在哪里 如果目标叫他下来谈 不谈的话我跟你讲 我们所有手段都会出来 当你很坚决决定这样做的时候 目标很清楚的时候 困难就会随着你让路啦 对不 是的 你目标很清楚嘛 来 来第二件事情我想请问你一下 这个桃园昨天市长讲说 川普要来桃园盖大饭店 这事情交通部观观光局 有没有掌握到这方面的咨询 对不起我没有听说 那这个 局长知道吗 我知道航空城有很多在业者 希望能够在附近盖申请盖旅馆 盖饭店 那像川普这个要知道啊 针对川普这个部分 我们还没有具体的 有没有具体来 都没有 但是航空城的部分确实有很多 部长有没有收到这方面的信息 对不起我没有 没有得到这样的信息 没有得到信息哦 所以我想啊这个 川普公司要来到 台湾盖盖航空城 这是好事情对不对 是 这个对台湾的未来都有帮忙 对不对 对跟川普的沟通也有帮忙 对不对 是的 那个交通部有没有什么 比较具体的政策啊 还是比较具体的方法 欢迎他们来盖 我想当然就航空城的未来 跟台湾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以观光的这样一个活动能量来讲的话 我们非常欢迎也相当有信心 将来在航空城里面 会有更多的这一类的投资 那么如果川普的集团 对这个事情有兴趣的话 更有其他的外交上意义 我们当然乐于见到 是我想这个交目要尽力促成啊 是 跟桃园市政府联络一下 那么这个联络的 他们的这个代表是谁 好的 那么多跟他接触好不好 好的 当然应该要 我们积极来了解 谢谢 就我想说 想问部长一下 我们观光局的年度代表制 部长你认为是哪一个 这里有一个 第一个是扯 第二个是知道吗 刚才你有教我吧 转是吧 转转转 第三个是文 来 扯转文 我先讲扯 观光最大的吸引力 就是来自于他的特色 就是我到全世界各地 我就看不到就在台湾看得到 对不对 所以他就愿意来嘛 如果到全世界看都一样 我就不必要来 对不对 有一次啊 我们那个陈唐山啊 当外交部长 请印尼的官员到新店去看跳舞 跳完舞以后 如果那个 印尼的外交官员问陈唐山说 你叫我们的人来跳我们的舞 给我看做什么 啊其实那是我们的原住民喔 为什么 因为全球化之后大家都同样嘛 你跳这样人家协区了 你跳得很好人家协道了 对不对 服装也改变了 所以 部长要创造特色很重要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夜市是很有特色的 但是很扯啦 我们现在讲说文创观光夜市 文创嘛 表示你有创意的夜市 就卖什么 三大 三大特色啦 什么特色 他第一个是麻油鸡 第二个是鸡腿 第三个是羊肉羹啦 这哪有什么特色啦 所以 我现在讲回来就是说 文创夜市啊 年轻人讲说没有最狂只有更狂 正狂的意思是有离谱的意思啊 没有离谱是更离谱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观光局要不要去督导一下 要不要想法要求他们做相关的这个创新 要不要 应该是的 这个 台湾大家把夜市当成是我们的一个 吸引国外的 那就应该在这个上面应该要有更大的特色才行 对 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嘛 是 都没有特色嘛 所以我们都以为说 来台湾看到光夜市应该是不一样 就像什么 就像我们看到长城 我们本来是长城景色应该是这样 就到了以后不是这样 是什么是这样 诶 诶 那个落差太大 诶 到夜市不是打蛋猪 就是射气球 要不然就吃的东西这样而已 从来没有一个有特色的 诶 诶 那一次两次就没来 来 我们再往下 我们看到啊这个大概不是这样 这个外籍旅客他们想到什么 他们到夜市去 不管去士林去 恒春 去一次又要知道不要去了 为什么 都敢换 都一样啊 都一样啊 所以光学集中我们希望部长能够花一点时间去了解 了解 所以第三个字 第二个字就是转字 转字 转字大陆围堵 我们顾客 路客啊 媒体是骂 所以我们的路客少很多啦 对不对 但是 我们光学集中要搬76号到中国去考察 这可能等一下局长要好好来做解释喔 要不然我们这个所有的到大陆开会 我们的交通委员会通通删啦 通通删 对不对 部长 这个有必要的努力啦 要做必要的努力 沒關係啦 我跟你说 要好好解释啦 不是不行啦 咱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光光客 到底增加还是减少 我们看到很多媒体都在唱衰 唱衰什么 说大陆人不来啊 台湾的观光客 一节不准 不正啦 说输得透透透 不是这样嘛 事实上不是这样嘛 不是如此 我们可以看到嘛 我们的日本增长了8% 韩国增长55% 东南海增长19%多 快20% 来 我们看到1到9月份 我们的观光客有700 去年 今年是791万 去年755万 我们今年的观光客 还是大幅成长啊 成长快40万人啊 是的 保长 所以要有信心 对对对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才提的 才感觉您刚刚所提到的 要必须有真正的特色 大家才会一来再来 对对 我们过去的耕耘 使得我们现在 多元上面有收获 但是要继续让他们继续来 一定要有特色 不要怕他们 唯独我们 是 就是我们很多人跪着嘛 所以看起来像巨人 哪里有说 欸 他在唱他们的国歌 我们一大堆院长 副院长 退降 中将上将都去 50几颗星去 保长 你看这很厉害吗 这个实在是太奇怪了 太奇怪了 太奇怪了对不对 领国家的退休金领20万 就到中国去支持他们 欸 像这应该都停机退休金 部长你同意不同意 我想他们这些行为 我们都应该来共同指责 好 啊所以我们希望那个钱啊 补助的钱不要再 拿三例去补助一条龙 不用保住那个 对不对 要保住是怎么样 用那些很少的钱 电燃 台湾的观光产业更重要 不会我们并没有针对团 这个团旅许社的来做这个补助 都没有对不对 是的 但是为什么外媒在讲说 你是补助一条龙 只要是他是优质的团 优质的服务 我们都会愿意来补助 好 我想就是很重要啦 好 教掌要打招 是是是 关光是我们很重要的产业收入 是的 所以不用怕啦 我们不要跪着 老是跪着 站起来他就不是纪人啦 好的 了解 你看我们的观光人数大幅增加 也没有因为路客不来 反而因为这个就是我们 在管理阶上叫做短板理论 就是那个木桶啊 一个板子一个板子 木桶的谁来谁决定的 不是最高的决定 是最低的决定 那个低如果换成别人的地方 那谁就跟着那个地方决定 是是是是是 所以短板理论 中国不来你看看 韩国一本就来了嘛 中国不来其他地方就大幅成长嘛 所以我觉得这样很快啦 是是是 希望部长对这方面要再打拼 好的 继续努力 谢谢谢谢 好谢谢保经委员 谢谢部长 保经委员啦 光光哥增加40万人 南部那边游览车旅行 旅行社倒了一堆你知道吗 你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要解决吗 还有任何一个国家唱国歌哦 你不要站起来哦 嘿嘿嘿 你到美国去美国国歌在唱你坐在那里吗 不要 他是要修理我们 我给你一个思维啦 好不好 好谢谢啊 接下来请赵振宇委员方言 谢谢赵振宇 那请部长还有周局长 好请部长和周局长 赵振宇好 那部长好 刚才其他委员有讲了 UberEats 已经开始了嘛 那已经两天了 你也门也罚了 我是不反对这个行业啦 这个也是全球化的嘛 这个新兴行业 我讲过嘛 那这个安全 就我们一般 像比胜克啊 麦当劳啊 肯德基啊 这些有没有 他的外餐送服务 他有规定的车嘛 对不对 他们公司的车 还有规定的一个送货的一个工具 一个箱子嘛 但他们如果发生车祸或发生状况的时候 是不是他们公司会处理 应该是 那UberEats有吗 没有嘛 那有人问他们说 万一我在送餐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东西 被他们动了手脚 搞得吃了我拉肚子或是食物中毒 是谁要负责 他说那是警察的事不是他们的事 对不对 那我今天出车祸 那是你个人的事也不是他的事 我觉得这个 对我们 我讲过 对我们这些 就是来这边做这个事情 有没有 也就是赚钱嘛 他也是要生活嘛 这些年轻人或是 没有职业的人 跑这个UberEats 他觉得是很方便 可能这个工作对他很需要 但是他没有保障啊 部长 你觉得这个要怎么处理 对我想 利用网路来媒合 这是一个大势所趋 我们也不会反对 但是我们希望他做这个服务 就如同刚刚您指教的 对于这个货主也好 对于这个收到这个货的人来讲也好 都要有一个适当的可以管理的机制才行 这些管理的机制 我们愿意跟他们来做沟通 共同来找出大家可以接纳 但是对消费者这边的保障 不然我们不可以松 部长你要顺应世界潮流 合乎时代需求 这个法律还是要赶快改一下 未来你还是要针对我们的那个 新型态的那个汽机车 运输的那个修法来改修正 好不好 这个我觉得比较重要 那部长请回吧 谢谢 那个周局长 今天讲观光啊 观光很重要 是委员好 这样你做了刚接嘛对不对 你觉得我们观光你的 你当观光集团有什么不一样 你觉得在哪里要改进的 请你先说一下好不好 我讲国民旅游卡好了 好 我们国民旅游卡是一年一万六嘛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是 我们的正次张景森有讲啊 他如果八千块有没有 他用到就是说我们这个公务人员有没有 自行机关要去办国内旅游 你觉得这个可行性高吗 跟委员报告 其实这次的国旅卡的这个新制啊 可以讲说3.0版 因为最早的话就是异地嘛 后来就是比较弹性比较大 自由度比较高 那现在是规划就是说一万六的话有八千块 这个部分希望能够刺激团体旅游 为什么有国民旅游卡 国民旅游卡基本上就是 你其实不休假奖金嘛对不对 是不是 那我以前 我以前当公务人员的时候也是一样啊 我就每次就领量不休假 不是我不休假 是我没有时间休假 你了解吗 你很清楚嘛 是 我们这个当小小的主管也是不能乱休假啊 对不对 是 那以前年轻的时候觉得也很单纯 这个地方如果没有我的话 没有人盖章 这个大概这个公所就完蛋了 结果还是在啊对不对 是 有时候没有时间去休 是 所以有不休假奖金 现在为了要鼓励我们公务人员出去嘛 那就弄个国民旅游卡 一般人喔 幾乎都是自己家人出去啦 是 但为什么要用国民旅游卡 就是 非休假时间鼓励 所以我们公务人员有没有 是 他因为他有特休的问题嘛 14天以上啊 有没有14天以下的啊 有没有 他有分批嘛 你在 非上班时间你可以出去玩 是 刺激消费嘛 是 那现在有没有这个状况 没有嘛 是 是 那你有没有用这个国民旅游卡 我使用的状况跟委员所描述的都差不多 差不多嘛 是 你可能是礼拜六礼拜天 或是找一个时间有空啊 去消费一下嘛 是不是 把那个把那个钱把它花完嘛 就这样子 是 他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啊 那另外一半呢 八千块 如果现在这个机关的话 有没有 我刚才说八千块 那个机关要办一个旅游 你觉得有可能 可信性高吗 对 所以我们规划目前大概有分四类了 一类的话就是 如果机关 大家知道 我们的公务体系知道 是 那我们现在就是 不如跟院 最后敲定为准 那我们基本上是希望说 把它分为 这个四类 第一类的话就是 刚刚 这个 一般媒体所报导的 就是说 有一种团体的旅游 好 那第二类的话是小众的 好 我们是希望说 比较小单位的 比如说这个 这个七个人八个人 这种比较小单位的 那第三类的话就是 他个人去参加 那些旅行社的 那第四类的话 我们就希望能够鼓励啊 跟电子票证结合 可以搭高铁 可以搭台电 那四类你有没有强制性 对就是在这四类里面 我们去选 就是说 你可以自己选 自由选择 自由选择 但是最后还是要以 这个 布跟院的 这个最后的敲定的版本为准 我想这个还要快一点 我想这已经11月中旬了嘛 那明年度106年度就要开始 我觉得这个 速度还要快一点 我想 所以第二类跟第四类的话 第二类跟第四类 其实是会可以把我们的生态旅游 跟在地景点的特色 能够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你那个三亿元补助 就是以前有接大陆款的一些公司嘛 对不对 那你就补助他嘛 有没有 这个这样 这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制度嘛 这个措施嘛 是 那就是要补助他们来 来参加旅游嘛 是 那就是国内的 是 那个旅游就这样 分为四天以上的嘛 还有三天两夜的 两天的嘛 还有一日行的也都有补助嘛 他最高补助团体是四万五嘛 对 那你就是这些 就是当初你这设定就是 当初我本来就有办这旅游的 我要刺激这 因为他们现在没有旅游了嘛 这公司嘛 什么现在没有生意了嘛 对不对 因为大陆团没有来嘛 受限嘛 要给国内的 那你有没有觉得社区发展协会啊 或者这个地方 那个一起来配合这些旅行社来办可以吗 确实也有这种效果 因为目前来讲大概有200多台 没有看到这些嘛 也就是旅行社的部分啦 但是一定要到所谓的 我们想受冲击影响比较大的 这八九个县市了 是 是这样子 那你像我自己当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 那我今天中午 你看我把立法院当成一个观光的地方 是 他们全部 我今天一个社区发展协会就来六车 我看如果真的要招 20车都不够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管理这么多人 在限六车 六台车 有没有 等一下中午就来啦 我一样啊 我刺激观光啊 有没有 我自己交通委员 你看我就请他们来立法院参观 来看一下 把我们立法院当成一个观光集点 任何地方都可以嘛 那日本新加坡也是这么小 为什么日本的观光旅游非常好 因为它观光设置做得非常好 软硬底设备做得非常好 是不是 那其他委员讲呢 我们的夜市就是那个什么打箱子 射飞标啊 就什么鸡酒啊 搞这些东西 有没有 它没有特色的 你一定要每个地方弄个特色 像我们的大溪老街 还有什么水库 我们也有亮点计划也开始了嘛 观光局 那我特别还要请 之前的观光局局长还有我们的那些 那个科长那些我都去看过 为什么 你不能说只有做这个地方 比如说那个南苑公园 其他你什么水库的周遭环境 它硬底设备软硬底 你都要去 你都要去配合来做啊 你不能说只做一个点 是 你整个面你要做好 大家才会来嘛 那你像那个船 我跟你讲 那船在大陆是三级城市在用的 所以说 它没有换新没有更新 对不对 那你要观光局你要配合一下 跟那个我们使管局啊 有没有经济部 这些人协商一下 第一个水库的水一定要干净嘛 環保一定要做好 对 第二个 要输菌 第二个开发 观光开发 一定要他们一起来配合 你们中央单位一起配合 他说你这个不能用不能做 有没有 你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水资 水源 对不对 那我们你这样子弄 我们就不能 地方就不能做事情 为什么 他不敢开发啊 他只讲个你不能污染啊 对不对 你不能做啊 是不是 这些像江母岛 那个能看吗 你自己看的 你自己看的都摇头 我跟你讲 所以我那天特别 我亲自还带他们去看 这些软液体设备 你一定要把它弄出一个特色 不是说你给他钱 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去弄 不对的 你周遭环境一起要把它弄好 那不然什么水库 我常讲是什么水库 部长也知道这个 部长什么水库没关 你马上跟他低头 你不会摇头的啊 是不是 男的女的都是一样 这么有名的 对不对 这么有名气的一个地方 以前台北 我们在北区啊 是最好的一个观光圣地 现在变成这样子 我觉得部长和局长 特别要加强一下 也不是只有这个地方 像他大溪老街 你觉得他有什么特色吗 老街每一个都是一样啊 有没有 是不是 他没有特色出来了嘛 你要来看过一次 第二次他就不会来 所以说这样 局长你刚上任 很多地方你要多加油一点 然后把我们这个地方特色做起来 让台湾这个小小地方 变成一个像日本 你看日本大我们多少 可是他每个地方都有他的特色 连四国那个地方我也去过 你知道吗 真的是什么东西都没有 但是很多人还是去 为什么 他的观光嘛 他的环境嘛 对不对 他的原始森林啊 不同的体验 对啊 不同的体验嘛 他不像大阪东京那些不一样啊 跟福岡也不一样啊 他北中南 他都有一个特色 所以说我们台湾也是 北部中部南部 东部 花东 你就要弄一个特色出来 每个地方弄一个亮点计划 我觉得这个会带动我们的观光 好不好 是是 好谢谢委员 好谢谢赵正宜委员 接着请李坤泽委员 好立委员好 部长你好 刚才赵正宜委员说的是非常的正确 是要提升整体国内的旅游的品质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但是我看我们观光局所提出的促进国内旅游方案 它其实啊 是一个短期的补助 而不是一个长期提升我们的旅游体质的一个重要的计划 是不是这样 请部长简单说明一下 其实这些努力是多方面 您刚刚提到目前是当成纾困 特别是对于比较困难的地区 以及一部分当初的业别 我们来就帮助他做一些转型 可是更重要就像您讲的 重点是放在产业的转型 对 这个上面是我们需要更多努力 部长说的没错 这只是一个短期纾困的一个方案 是 因为它的补助对象是有严格限定的 不管是在旅社旅行社餐厅或是住宿方面 其实它都是限定原本接待路客团的这些业者 是不是 请简单说明一下 也有到其他的非做团客的一些旅游业者 但是我们会算是来辅导 不要还是以接待路客团的业者为主吗 都会有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他们都一起能够辅导到比较困难的地区去 所以这些困难的地区 它的优惠度比较高 主要我要提醒部长 这些是用三亿元的这个国内促进旅游方案补助的这些业者 他们包括旅行社有436家 餐厅有767家 民宿与饭店大概有2125家 它主要是在旅行社以及相关的餐厅民宿以及饭店 这样的一个补助啊 部长我要请教你 我们的补助对象是有严格的限制吗 请简单说明一下 没有那么严格 像我们针对旅行社的话 主要还是接待路客团的业者 是有这些 部长我现在要请教你一个严肃的问题 这三亿元的国内促进旅游方案的这些经费 那我们根据我们的估计 大概到过年之前啊 大概就会用完了 是不是这样 请简单说明一下 应该希望能够朝这个树立去执行啊 到农历年大概要到农历年 大概到农历年 那你们到农历年之后 是还要再拨一个三亿到端午节 然后端午节再拨一个三 之后再拨三亿到中秋节 是不是这样 没有 现在我们短期 只有是以三个月到六个月为期 但是如果说执行的好的话 我们再来考虑 看看是不是做更多更长期的规划 对 所以部长我就是要请教你 就是说它是一个短期的纾困方案 是的 那应该有更具体的提升国内旅游的 这样的一个品质 是的 一个重要的方案 是的 因为这个短期的纾困方案 这不是贺诚的风格啊 不是 你做事的风格不是这样嘛 是的 谢谢您 当然这是另有高人指点 我要请教你的是说 你对于促进国内旅游 以及让旅游多元化 你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你要推动的政策 也请你简单说明一下 对我想最重要的 还是要让这个所谓的地方特色出来 所以我们这一次 除了是帮助困难地区以外呢 就是要让地方政府 他们去发掘 刚才包括很多委员所指教的 这个他们自己去包装一些好的游层 那第二就是 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资讯能够结合起来 不管是旅行的资讯 还是他投诉上面的一些价格的 比较的这些资讯 第三就是可能我们要来 帮这些包括是我们国内的 这个自由行的这些朋友们 来善用我们现在的电子票证 使得他觉得他整个来讲 他可以是一个更经济的一个游层 这些部分我们希望在资讯价格 跟他的地方特色上面 三者一起来做结合的话 帮助我们国民旅游的转型 好我也请教一下局长 那我们现在做国内旅游的 就是乙类的旅行社 乙类的旅行社是大概229家 229家他们在这一次的国内 促进旅游方案里面 他们能够得到相关金会的补助吗 他们都有提申请 因为这是申请的部分 然后我们按照审查的机制 也都有机会 对他们提出申请按照审查的机制 但是他们就是申请不到 应该有的机会 因为你们主要是补助 接待陆客团的业者嘛 对不对 他只要勾选在那个九县市的这个住跟餐饮的话 那也都有 这个我觉得要去针对促进国内旅游 应该是要一个重要的整体的一个规划 而不是短期的纾困 所以对这种撒钱式的补助我是不太赞成 应该是要整体让国内的旅游茁壮调整体质 这个是交通部观光局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那我们现在以这种补助的方案内容来看 两天一夜一团二十人这样的一个来算 补助方案我大概筛略计算一下 每个人大概一天可以补助到1725元 就是包括餐费住宿费交通费导游费 或是安排生态旅游或者是邻里社区学校 民间团体年度的新增旅游等等 那初步去计算一个人一天大概可以 最高可以补助到1725元 那这1725元如果按照2015年 我们的国内旅游状况调查 这样一个内容来看啊 我们国内旅游在2015年的状况调查里面 它是显示一个人的消费大概是1401元 1401元但是我们的补助是非常高 如果按照这个方案可以到达1725元 那我请教局长会不会担心 所谓的这种低价团或是邻里园团又会重现江湖 目前评估起来应该是不至于有这种情况 因为我们还有一些机制在算 就是说它确实是一个比较优惠的这个效果 才能够刺激了 否则的话如果它是一个没有优惠的一个方式 是确实是没有达到刺激的效果 所以部长我一再提醒你 我们对于促进国内旅游 是要促进国内旅游的消费 因为你看我们国内旅游的消费 一天是1401元 但如果以国内的消费 国人在国内的消费 跟到国外的消费 去比较相差是四倍 到国外消费的金额都非常高 在国内大概就1401元 但日本就不一样 日本国外的旅游跟国内的旅游相差 只有一倍而已 所以这对促进国内旅游的消费 或是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提升的内容 提升消费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案 这个部分 交通部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对 刚才您指出来的数字 它意义就是在于 如果我们只是用最起码的方式 在做国旅的话 我们这次达到的目的就不够好 我们希望能够做补助以后 使得它扩大它自己的消费 特别是针对需要这些消费额的一些 特别的九个县市地区的话 我相信就会促进整个它的饼变大 这么把饼变大 而且又是集中放在需要的地区的话 我相信这个会对于我们整个的旅游 在它的转型跟当地的这些活力活络上面 能够有直接的帮助 不然我要提醒就是说 这种撒钱式的短期纾困补助 如果我们再提升国内旅游要特别注意 就是说2015年的国人旅游状况调查里面 其实也做到说我们国人在旅游的时候 自行规划旅游行程是达到89% 但是你参加旅游团体旅游的只占了12%左右 那会参加这种旅行社办的套装旅游的原因 这个调查里面显示说 因为这个套装行程如果具有吸引力 他们会去达到63% 那其他的当然有不必自己开车 或是节省自己规划的行程 行车时间等等 那最主要还是这个套装旅游 有没有具有吸引力 那观光局现在全国的套装旅游路线有几条 这个请局长简单说明一下 应该有这个各县市加起来 我想还有我们13个管理处 应该有上百条这个套装行程 这种上百条的套装行程 是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在交通委员会 一直要求要有提升这样一个套装旅游路线 但是这个套装旅游路线实际有经营效果的其实不多 因为我们的行销经营还是有一些问题 这个观光局要去特别的注意 另外我们就是要对于说这个相关的强迫公务员去参加这个国民旅游团 我刚才提醒部长你的这个套装旅游行程具有吸引力是最重要 达到63% 但是你只是要他们在他们的相关的这个国律卡里面 要有这个吸引力的话还是以这个套装旅游路线为主了 你单单去要求他们去参加团体的话恐怕民众怨言会很多 这个部分请部长要实际的去了解 是的 是的 我们应该要尽量有弹性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李坤泽委员 接着请陈欧博委员发言 谢谢主席 请一并邀请贺诚部长 观光局 州局长 以及张副局长 州局长还有张副局长 陈委员好 部长 局长还有副局长 今天我特别准备了八张投影片来跟三位做一个分享 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图案 这个图案是什么 看得出来吗 这是蒲公英吗 对 这是蒲公英 那这个是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评选出来第一名 第一名的作品 那个意境非常的深沿 所以我特别拿提出来跟大家分享 部长你看出来这个是代表什么意义吗 应该是播种吧 就是向外去发散播种 这个图 这个等待飞起 满天飞舞 落地繁衍 还有永续传承 谢谢 谢谢 所以这个意义非常深沿 这个非常值得大家深审的一个图案 那请问一下周局长跟张户局长 你们知道明年国际观光 会有什么大事发生吗 跟委员报告 明年确实是一个生态旅游跟永续的一个重要的一年 那我们在台湾其实也有萤火虫的年会也在台湾来举行 那国际上的这个重点也是希望能够永续环保 这个意念是算是明年一个很重要的一年 那个局长 部长副局长 这个联合国已经宣布明年是永续观光发展国际年 所以你们到现在都还不晓得这个 这个世界旅游组织已经有这样的宣布了 那这个是继2002年推动生态旅游之后呢 15年来第一次办理全球性的年度国际活动 全世界啊 重视观光旅游的国家都在筹备庆祝 结果我们台湾毫无所惜毫无反应 所以部长我们要检讨一下 今天我们有知道一些 但是确实不像您所期待有比较大的动作 我们应该来努力 那个部长 这个我们都自家人啦 是 我一向很重视 这个观光旅游的发展 是的 所以我真的是以众欣然跟你提到几个事情 是的 那现在面临台湾观光发展一个低迷的时刻 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把握出机会 来整合公司部门 跟观光产业界的力量 全力来投入这种国际行销的行列 是的 完全同意 结果我们观光局一点反应都没有 反应都没有 那我为什么这么讲 这个 我们从预算面讲 待会再给您检讨 我们请看第三个投影片 世界经济论坛2015年 观光旅游竞争议的报告 台湾的评价指标是 民列末端班 141个国家 台湾排列 第125名 这些都是亚洲国家 我们是排到最后 最后面的 法规效力跟弹性 我们排75名 所以说观光局在 自欺欺人 还在号称我们是观光大国 我们真的要好好检讨 我们看到这个排名 我们不要检讨吗 还好意思说我们是观光大国 请看第四个投影片 整个国家品牌行销 可能这个上面 我们有比较国家处境的困难 我不希望你解释原因 我是希望下次我们能够提升 好不好 这样排名 再说我们观光大国 大家自己检讨 第四个 第三个投影片 这张是 东学十国 观光旅游部门首长的合照 部长你认识几位 这十个领袖你认识几个 局长呢 我真的不认得 都不认得 十个都不认得 女生知道啦 女生是谁 泰国的好像 观光部长西塔嘛 女生没有错啦 不是 所以我们这个 国际的交流太欠缺了 所以我也是担心说我们 铁路局的局长来做观光局局长 在国际接轨上能不能接轨啦 我们来努力 对不对 其实除了这个以外 那个我们在APEC也有接触很多 那我再问一下 请问一下局长 各国双手代表这样子的交叉相互 代表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就是合作跟友谊啊 这个他们东学十国在去年啦 正式签署 旅游专业人才相互承认的协议 那这个意思是说 东学十国已经建立一个 区域间 封闭式的一个观光旅游的合作模式 那台湾自身以室外 那请看头部片第五个 亚洲国家旅游竞争排名 我们排在最后面 这个刚刚讲的 我们亚洲国家 32名 现在大家都进行这个 这个整个区域的一个联盟 越南缅甸辽国跟 全部在四个国家 他们等于是一个 一个旅游区块的一个发展 等于说一个目的地四个国家 这个这样串联小区域的发展 如果长此趋势下去 台湾被摒托在外面的话 对我们整体的观光来讲 我们再不积极去突围 那整体客人 将来所有的客人 都会到他们面去的 这个是我们台湾 跟我们发展的一个趋势 我们要检讨 是是是 好不好 是的 要积极的跟国际接轨 我们现在有没有发展金能像吗 是 是不是跟他们 掀出我们 伸出友谊的双手 是 我跟委员特别报告 其实这个一成多点 我们在跟泰国和航空方面 已经有一些进展 也是朝您刚刚指教的方向去解释 这个我了解 但是我觉得做的不够 是的 那请看投影片第六个 世界经济论坛 观光发展 占政府 议算的支出 台湾每年GDP的贡献有8200亿 我们大概有63万的 旅游从业人口 这个这么大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占台湾全世界都要重视这个观光旅游的发展 那我们看看我们台湾在观光发展占政府的支出多少 1.7% 全世界我们排名第118名 你说我们重视观光的发展 我实在是很难说服我 所以今天审理的议算 不应该编的我们再这样砍 不足的部分我希望你们好好检讨一下 提出来 是的 我最不能忍受说你们再再 有一个有一个这个 好请看 行政院喔 下一个 行政院扩大东南亚来台观光计划 从去年新台币800万增加到2亿 2亿在哪里啊看不出来 你们就是欺骗林前院长还是欺骗我们立法院啊 这个可能是在 在哪里在2亿够吗 我们在基金里面 基金预算里面 额外增加的部分 是 今天是省公寓 部长啊 观光发展我一直在强调 不是今天才讲 每次来这里讲到观光发展 我就觉得说台湾真的是 台湾有这么大的 这么好的 那个山水 人情 全世界十二大库岛 其中之一就在我们东北角 方船长这里 我们的龟山岛 没有人知道 全世界喔 那么多的岛屿啊 十二大里面 我们排名在其中之一 好 你看看我们其他的 亚洲基金国家 日本变成24亿 香港25亿 澳门48亿 泰国59亿 马来西亚24亿 在过去七年多 亏了338亿 部长 我这个我以后再跟你好好谈谈这个问题 是 对不对 好 接着看一下 这个是世界旅游委员会 预测2026年 台湾观光发展 对GDP的贡献 2026年喔 预测我们只成长2% 我们将落到排行第178 全世界只有184个国家 我们是倒数第六名 部长 这个是人家的预测啦 我真的希望他预测不准啦 台湾如果再不痛定失痛 再不急起直追 再不从结构调整 从重新平衡 重新定位 好好试试整个光光的发展架构 台湾没机会了 没希望了啦 是 世界旅游委员会就这么看衰我们 所以本市在这里强烈建立喔 新南省政策 要开放 开放再开放 我们相关的预算编列要扩大 扩大再扩大 否则的话 2026年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要重新开启一个 突围的战略模式 我希望你预算编列的时候 能够拿出来 呈现在预算编列 否则到自己沉迷 沉迷说我是光光大国 结果台湾是 被人家评定为 2026年会倒数全世界第六名的一个 一个观光发展的国家 所以我们这个今天喔 我利用简单的八个投影片 这个都是事实 你们都上网可以查 不要再沉迷自己的想像 这个麻醉自己 医生 谢谢您语重心长 谢谢 谢谢 好谢谢我们陈欧伯委员 接下请刘兆豪委员发言 谢谢主席 主席 主席我们请贺城部长 还有我们的州局长 谢谢 刘允豪委员 在发展光光 我们面临到一个很基本的 我们先不要谈光光的内容跟品质 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你知道会遇到什么问题吗 我想您是在关心交通吧 对啊就是车票 火车票 其实这个是很根本的问题 就是我们面对一个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非常好的品质 我们办很好的活动 问题是光闪客他买不到车票 或者是旅馆业者民宿业者 他想要做套装的旅游 就你来然后请你来 我们现在很多民宿业者都接到电话 或者是旅馆业者接到电话说 我帮你订房 我订房了 但是如果我订不到车票 我就不去 或者你可以帮我订到车票 我就去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很根本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们交通当然 我们除了要让游客来之外 我们当然如果用优先顺序的 返乡的我们盘在第一顺序嘛 所以我这个是很 刚好今天州局长也当过 曾经在铁路局 很努力在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这非常根本的一件事情 如果没有处理 坦白讲我们谈观光的时候 比如说现在如果 好一天 我们假设 一天有五千位的旅客 要来台东的话 也很困难耶 也很困难 为什么 因为车票也没有办法 让他坐那么多的位置 也买不到车票 所以这很根本的问题 部长你看这个 你可以帮台东先解决 这样的一件事情 好吧 但长远来讲那个双轨话 这个我都知道 这个慢着讲 但是我们不能跟民众讲说 七年后就可以解决 我们这种话 我们讲不太出口 短期内我们如何解决这件事情 了解 我想这个 我们现在一定要对行为再多了解 因为这样返乡 它不一定是每个假期 对 没有我赞成 所以对于什么时候 这个返乡的比重高 什么时候 这个应该要是观光客 这边也给一些多一些机会 甚至于对于 比较以团为主的 多一些了解的话 这个在我们的管理上 就有帮助了 部长 我实在很执意 难道这样讲这么久的状况 我不要说十年 至少这两三年 大家都一直在谈这个问题 至少可以从电器化开始 这几年都要谈这个问题 我实在非常的执意说 这样的基本资料 到底建置到什么程度 或者你什么时候 可以分析出来说 这样的流行为跟返乡行为 它的差别 我们研究出来之后 我们就要想方针 是 方针比如说 它时间有什么样的差别 或者我们才可以透过 车子的调度 或者是票价的差别 来做处理 没有办法 双轨化之前 没有办法全部解决 至少把这个痛苦给降低 是 什么时候可以 部长你什么时候可以让 其实这个政府要让人民有感 这个是最有感的 这个比什么 讲那个很 十大建设 十二大建设它更有感 我想 过去我们做这一段实名制 其实就在做这些 这个双重分析 实名制我给你们打一个赞 这个有解决一部分的问题 我不是在邀这个功 我是说这个上面 其实也就是在累积这个资讯 我们希望现在实名制 这个做了大概三次以后 继续做到春节以后 我们大概有相当的程度资料 所以两个月之内 我们应该对于这个旅客 和这个所谓的返乡的 他们的行为 跟他们的时间的分布 我们有更完整的了解 另外部长 我们现在 譬如说台东有很多民宿业 民宿业者嘛 这几年就民宿业 非常的蓬勃发展 那我想 民宿业者他要靠自己 去做包装 比如说套装旅行 是有困难的 而且我们现在的法律的限制 民宿业者他本身还不能兼 还不能兼导览的工作 他只能提供住宿 他不能说 来的时候我帮你安排 然后我自己带你去 理论法律上是不允许的 法律上不允许 第一个我们法律上 来突破这一点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现在套装旅 有旅游业者 旅馆业者或者是民宿业者 他们都是单打独斗 个别去找 那实际上民宿业者 坦白说他自己的力量 是有限 他要去找有限 那因为我又开位的关系 有时候我搭火车 有时候搭飞机 那飞机现在坦白话要 坦白话讲 载客率要很高很困难 要客满之后很困难 甚至他都很多空位嘛 那我认为其实如果这些空位 如果有一个行政机关 他能搭起桥梁 然后这些 现在大飞机 人家优先选择火车有两个嘛 第一个就是 他时间因为降到四个钟头以内 所以大家优先嘛 而且班车也比较多嘛 那飞机票当然他相对他 他票价比较贵 所以他不会列为优先的选择 那我想航空业者 以及有这样子的空位 如果有人搭起这样的桥梁 让民宿业者或旅馆业者 能够跟他们配合 配合推出套装的理由 不然我们代仁说 在空里也是在空里 我确实很不错 只要降低下来 那降低下来如果降到 我相信如果降到 以其空车如果降到一千块 那跟火车票就差没多少 对这就是刚刚跟您报告 我想这个合作 有资讯以后就要做合作 一定可以来朝这个方向努力 部长我现在要谈的是 因为现在都是个别的旅馆业者 他比较有自己能力 他会去找航空业者谈 民宿业者谈 他没有这个能力 那我要行政机关 能搭起这样的桥梁 然后让他们有意愿的人 有一个媒合的机会 至少他们有机会 可以推出这样套装的理由 是的 是的 应该朝这个方向来努力 啊什么时候可以 部长什么时候 你要朝这个方向努力 什么时候会有一个方案出来 我刚刚跟您报告就是说 属于他们的属性分析的部分 两个月之内能够来完成 接下来民宿这个部分 当然这个资料出来以后 就容易促成合作 不过恐怕我们也必须先报告 现在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民宿业者 并不是叫做合法的业者 我讲的都合法的啦 我现在我们当然 我们能做政府 能做到针对合法的 这个是前提嘛 好 这前提好不好 如果说我们这个 刚刚针对的合法业者 只要资料分析出来 我们接下来一个月之内 应该就可以来促成一些合作的模式 不是啊 你刚刚讲资料的分析 是在农历年前还是后 农历年前 好 那我们可以给你 宽松一些时间啦好不好 我们三月份 我们可不可以看到 这样你初步的分析的 我们一月底是 一月底是过年嘛 你资料都出来 委员给我们一个展期 我们更应该做好 更应该要落实 好不好 我们三月一号之前 好吧 你 你过年前你资料会出来 资料出来你做分析 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分析 应该够了吧 那三月一号之前 我们是不是提供 我刚讲的那几点 比如说 车票的 我们如果从 火车的调度 从数据上分析 或者这些套装理由 从数据上分析 部长 有没有 有没有把握 可以做到这一点 资料的分析 坦白说是大过 困难大过于合作啦 但是只要资料出来 就容易说服他们 这个事情 我们反正朝您 3月1号 好不好 好 谢谢 部长 那我在这里要再提一点 就是说 因为我们台东 现在有 我们有三条路 主要路线 重谷海岸线都有 都有国家级的风景区在管理 那现在有几块 比如说南回县 他因为长期来 这个就在讨论说 要不要列为 那个风景 国家风景区来做管理 管理 另外还有一个区块 就是长期来 因为靠地方 政府台上它有 力有未来的地方 特别是这一次经过 今年的夏天 三次台风之后 它受到基础建设 受到很大的损害 就是资本温泉地区 以前资本温泉是一个 非常知名 现在还是很知名 知名的一个旅温地方 但这几年来 因为地方政府 它靠北南湘公所 或台东县政府 真的是有它的 力有未来之处 不过今年 今年它经过三次台风之后 它的基础建设 比如说连外的道路 一些基本的建设 已经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我想在这里 我要请这个观光局 当然本期会安排一个时间 我们去实力来去勘察 希望能够 本期要求交通部 还有观光局 我们能够对资本 因为资本温泉那地区 有非常多的旅馆 藏起来非常多的旅馆 乐者在这里 它曾经是一个非常 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流特区 但是现在这几年 因为竞争比较激烈 它还面临一个转型的 契机跟压力 那我希望能够中央政府 能够来协助地方政府 来做一些改善 好不好 我们部长 对我想这个难得 他们有一些旅馆 是算是在国内有知名度 又有他们的企图心的 我想应该以他们为 重要的一种特色来整合 其他业者 好像一个落实的方向来走 这个我们愿意来协助 还有部长你现在真的 我觉得观光其实是 要横向的联系 我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 不要公路局做公路局的 观光局做观光局的 现在我们台九县 从花莲这一端 一直到台东市区这一端 目前都在做外环 或者是拓宽等等相关的工程 那我知道部长 我们在部里面有一个想法 希望能够把它变成一个景观大道 这个方向其实本性是非常赞成的 但是这个做马路的是 公路局在做 不是观光局在做 但是看起来好像不相干 其实这个东跟观光有关系 我们都会合作 这个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大家想看看 如果我们台东最有名的就是日射隧道 日据时代做的日射隧道 如果日射隧道可以绵远十公里的话 光靠这一条日射隧道 就可以发展观光了 可惜他可能是一公里不到而已 所以我这部分 希望横向的联系他做好 是是是 公路本身就是景观了 谢谢 好谢谢刘兆豪委员 接下来请林俊宪委员发言 谢谢主席 本期邀请我们赫城部长 还有我们观光局的州局长 谢谢 好林委员好 部长好 部长辛苦了 哪里还好谢谢 跟你还有我们局长啊 探讨一些观光的问题 我记得在上一次的 巡答我们提到观光的时候 我曾经请教过部长 那会不会有所谓的 南八县市的观光团 也就是说 我们知道 520以来啊 路客团到台湾啊 不断的减少 甚至短时间内 快速的消失了 那后来啊 有八个县市的首长啊 到中国去访问 回来就传说啊 中国要特别浪力啊 给这八个县市 浪什么力呢 其中就包括了观光 所以传出说 未来会不会有 南八县市的观光团 也就是路客团到台湾啊 他只去跑所谓的 九二共事的 这些县市的观光路线 那这个 这个问题我请教过部长 部长你还记得 你当时怎么回答吗 应该是 你跟我说 不会有这种观光团啊 对我认为这样 在市场上 可能并不是 一个适当的产品 好 那到底有没有 这样的一个观光团到台湾来 会不会 就这样子啊 那中国就把我们台湾啊 好像 一样划分成 两个不同的区域区域一样 台湾的观光啊 两岸观光啊 基本上不是 经济问题啦 不是市场问题啊 这是标准的政治问题啊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团呢 我最近啊 接到一个 资讯啊 给部长参考一下 有一个观光团啊 就到我们台湾来 来 下一夜啊 上夜 上夜 那这观光团啊 他们七天八夜 那他们跑什么地方呢 他们从桃园夏季以后啊 就到新北 花莲 台东 新竹 苗栗 真的 就是 藍巴 这几个县市而已 真的就是跑这几个县市啊 你注意看啊 他路线 路线都有出来 来 不管如何啦 我不知道 怎么那么巧 自由专业 对 跟委员报告一下 其实路客有三种 一种是团客 一个自由行 一个是所谓的 专业的这个 会议啊 你不会觉得很巧吗 为什么不加个桃园呢 为什么不 为什么不会有嘉义呢 啊 屏东台南高雄东都没有 啊 部长 我没有表态 我们也不能接受这样的 会不会太巧 像这种团啊 刚好就是这八个县市啦 不我们让我们看事实来证明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 在市场上不会受到肯定的一个 让哪些人来呢 这些都是观光旅游的相关的人喔 我待会名单会给你啦 所以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彩线团啦 是的有可能 也就是说他们真的啊 以后我就要安排啊 直跑这几个所谓九二共识县市 这八个县市的一个旅行路线 因为这几个人啊 不是局长刚刚你急着要解释的 什么专业的 因为我发现他们都是跟观光有关系的 卖水果的啦 卖茶叶的 啊 甚至观光旅游的 啊 什么台湾事务办事处的 所以啊 好 也就是说有这样更可以证明啊 两岸观光啊 那这段期间的倒退啊 基本上啊 不是 市场反映出来 也不是经济问题 百分之百啊 就是个政治问题 是中国方面啊 干涉了两岸的观光市场 那造成目前的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 既然是政治问题 那就要政治解决啦 我们看两岸目前在冷和的状态之下 未来有什么变化 那我发现啊 我们交通部 观光局这里啊 你政治问题 好像要用经济解决 那这样会有效吗 就好像我们刚刚几位委员所关心的 政治问题 结果呢 你编了预算 编了三亿啊 要去补助啊 所谓从事 原来从事 大陆地区观光旅游的 那你辅导他来转为 办理国内旅游 其他的旅行者也会受到这样的一个补助 不会啦 因为你的事情要点里面就有写到了嘛 你只要针对了啊 就是原本有从事 有从大陆地区旅游的 我觉得啦齁 那这样不好 这个做法非常不好 这个我们也并不希望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建议有做调整 有调整了吗 有调整了吗 怎么调整 谁可以回答 行业的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在一种以上都可以来做这样一个 接受我们的安排跟适用这个要点 但是那个地点啦 主要是八个限 九个限制的部分 我们这个是因为短期的一个方案 大概是九个 就是用餐的部分是有限制 但是其他的旅行业者是没有限制的 那当时这个案子是怎么提出来的呢 啊 局长 你怎么会想到用这样一个补助方式 因为我们继续在下半年的时候 旅行业者的大反弹 旅行业有大概有三类啦 一个是专门是做国际观光客的 好 有一类的话是专门是做做 我们的旅行者大概多少家 全台湾 2880几家啦 对对 但是我们就是说路团这个部分 那大概有从事两岸有接待路客团的 大约500家 如果按照原本观光局的计划 部长 这2880几家的旅行社 只有这500家可以提出申请 刚才我们已经有调整这个做法 就刚刚才调整啊 不是 应该是上个礼拜 我们再经过检讨以后 包括是业界的反应 也包括我们自己觉得说 确实不应该像您讲的 再去做那么严格的区分 所以我们会鼓励他们来做这些 鼓励国内旅游的 也做这些产品的开拓 特别是跟灾区来结合 你发现不大 发现不好啦 发现错了事实调整 这个是好 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政策 这么草率的 你就通过就公布 就来实施呢 等到大家又骂了 发现不对了 那赶快再来改 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基本上应该就可以想见得到嘛 从事国内旅游的那么多 那你就特别去补助一个区块 原本来从事两岸交流的 现在转做国内你补助他 那其他原来做国内的旅行 旅行社会怎么办 那面对不公平的竞争啊 这一定会有反弹嘛 这种事情我想 不难想象得到嘛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 好像这个问题就是自己 给自己找麻烦 自己给自己制造问题 我们也希望做过这样一个方式 来做结构上的改变 确实我们现在的 局长讲得好啊 部长 刚刚周局长讲的结构性的改变 那结构性改变是我们要努力的嘛 因为我们由这一次可以发现啊 两岸的旅游市场啊 基本上啊 是一个很脆弱的一个状态啊 完全受政治控制啊 那等于这是一个高风险的市场 今天可以入客啊 塞满了台湾啊 那明天一声令下 所有的团体都不见了 那这种市场 很可怕啊 那完全受政治控制 不是台湾改变了观光政策 也不是我们不欢迎路客 我们欢迎他们嘛 那他用政治来干涉啊 所以我记得周局长也跟我提过啊 我们要特别多开放一些自由行的旅客 这个就是一个应变的方式嘛 或者是啦 我们来看一下啊 今年一到九月 我依据啊 我们交通部给的资料啊 实际上到台湾来的旅客 不只没有减少还增加呢 是的 刚才增加了 4.8% 增加快5%的旅客啊 跟去年比较起来啊 增加了将近40万的人 40万人次 没错 路客大幅减少 那我请教啊 为什么来我们台湾的观光 人数呢 还能够增加 这个当然一方面是全球旅游市场景气 一方面也是我们过去几年的耕耘啊 是慢慢开始有点收割 但是更重要就是要持续 增加什么地方 我稍微看一下啊 增加最多的啊 东亚国家的成绩不错了 泰国啊 泰国到台湾来啊 增加了42% 韩国啊 增加非常明显啊 增加了33% 日本也做得不错了 增加了快两成 也就是说啊 我们在很多其他的国家呢 都有两成以上的明显的成长 那我不知道这样的成长啊 刚部长你这样的解释 会不会太简单 或者是说啦 是因为啊 两岸旅游市场的萎缩 让一些业者啊 他不得不去开拓新的市场 就我的了解啊 有从事两岸旅游市场的旅行社 因为现在啊 面对这种状况 他特别着重在对韩国市场的开拓 所以你看韩国市场啊 成绩就非常耀眼 所以我们应该要是辅导的事啊 让一些旅行业者啊 他可以啊 去开拓其他的国际市场嘛 这总比你不住他来 搶国内旅游的这个饼 还要好吧 是这几个动作都在同时在做啦 就是帮助您刚刚所说的开拓公园 那我再请教部长啊 是不是因为啊 两岸旅游市场的冷冻啊 那造成这些业者去开拓其他市场 才使得啊 我们在很多国家的增加 来台观望人数的增加 我想是各种努力 各种努力结合起来的 过去我们在这个很多旅展 还有一些 包括微电影的一些促销 以前看不到呢 都使得韩国 部长你再去比较一下 如果今天不是两岸市场的萎缩啦 你在其他地方的成长啊 还看不出来 韩国的成长 其实这几年来是持续的 如果这样看的话啊 那我们 那我们台湾啊 这次啊 说不定是一个旅游 整体转型的好机会啊 那确实 一变为转机啊 是的 是的 原来对我们的一个打击啊 让我们的业者啊 那还有我们政府啊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啊 向全世界 向其他的地方来开拓不是更好 是的 是不是这样 是的 好我们谢谢部长啊 谢谢局长 好 谢谢主席 好 谢谢林静县委员 接下请叶怡金委员发言 请部长跟局长 好 请贺城部长跟周局长 叶玟也好 两位好 叶玟也好 来 秀第一张 先问局长好了 局长你知道这是哪吗 很像大阪 欧萨卡的那个 还是 好 部长你知道吗 对不起 我不清楚 你不知道齁 那个局长猜对了 这是大阪的 欧萨卡 那个叫做 中文叫 道顿爵 好 道顿爵 大阪 好 下一张 局长 这张你知道哪吗 局长 两位都不知道 看这个 好像蛮宽的盒 蛮宽的盒 这不用你说了 这是我们台南运河 这是台南运河 漂亮吗 来 两张一起让你比较一下 能够输啦 台南运河有输 大阪的道顿爵吗 部长 局长 有输吗 我还觉得我们的 台南运河 比较漂亮 但是我们的产值 实在是输太多了 好 所以 请求两位 不敢当 我们台南运河 现在整治的还不错 但是呢 四周遭沿途的景观规划 苦无经费来规划跟执行 这个如果做得起来 这是1926年 1926年 它除了漂亮以外 它还有历史的价值 这个旅游起来 是可以非常非常有卖点 我认为还远胜过大阪的道顿爵 我们好好一起来努力好不好 不要把它当作只有地方的事情 好不好 是的 好 谢谢 希望真的具体的来努力 好 再来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事实上 我们的观光 是逆差的 而且逆差的状况非常严重 我们随便说下一张 来 我们看 国人出国一年 发挥6642亿 但是呢 外国人来台湾观光 只有4589亿 所以我们的逆差高达1053亿 下一张 我们要思考一下 反省一下 为什么 好 来 下一张 不是啦 对 来 这是 国人支出 出国支出 6642亿 但是呢 国人发挥在国内的旅游 出国6000多亿 在本国台湾旅游才3600多亿 逆差一样 宁愿出国旅游 发挥 比在国内旅游的发挥 还要 多 3041亿 多可惜啊 也就是说 像我刚刚举的例子小一点 叫做宁可去大阪的刀敦厥 也没有办法在台南运河旅游 这是我们为什么 两位 有没有思考过 为什么 是 确实在旅游会想要去体验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使得往国外走的趋势会比较强 另外一方面也是可能我们在国内的 可能有人觉得在国内旅游价钱也很高 那么这个上面我们应该在共同在品质和价钱上再来努力 是 部长 局长你觉得呢 没有帮他们准备麦克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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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克风可以拿麦克风 有有有有 来请说 那个 那同仁有提供一个数字啦 就中央银行的数字的差 是逆差 但是比例上没那么高 好 你觉得为什么 但是确实汇率有很多因素 包括一些不管的一个旅游的品质也好 或者是一个有关于这个 这个相关的这些环境的影响 局长我希望你学部长 真的直接了当清楚明白一点 不要只是想要把时间拖过去 没有错 如果他是因为选择 不一样的想要感受不一样 那我们没话讲 但是价钱是所有人要出去旅游 第一个需要考量 因为那是现实嘛 我能够花多少钱旅游 再来用同样的价钱去比较 我们就输债实在太贵 台湾随便住一个晚上五六千块都要 五六千块台币在整个东南亚都 几乎到处都可以住到五星级的饭店 台湾不行 这个需要好好的来检讨一下 我当然不是只有说这个旅游 但是呢 其实我们说路客不来了以后 整个旅游价格也没有下降 这个真的还要给他补贴 实在是很奇怪 这个真的要想想办法 再来 我们说希望转 没有中国客来了 转国内旅游 用加强国内旅游 刚刚早上你们说有四类选择 怎么做 请教怎么做 局长 你可以用麦克风没有关系 是 针对国旅卡的部分 那因为我们在国旅卡都有一个申请制 所以那个八千块的部分 就会由机关来做整个统筹 那这是一个申请制 所以我们作业上来讲 有点像我们还是有很多产品的提供 包括地方政府来提供 以及我们13个管理处 以及旅行业者 以目前的这个产品的部分做一些选项 那这些选项呢 其实在任何一个机关 他都会可以去勾 好 所以等于是他可以由几种选择 不是啊 对嘛 你不要这样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你刚刚早上说的四列 四种选择是怎么样 怎么做 这由机关来做决定 那如果机关觉得说 是他可以由第二类或第四类 响应我们电子票证的一个处理 那当然他就可以用自己去消费 是这样子 所以你四项选择都是由机关自己决定 对 由机关决定 好 然后这个自由度的话 因为个人的自由度也是机关的一份子嘛 所以他就可以来做处理 好 那个 两位可以一个用手提 一个用固定麦克风 好 谢谢 我觉得旅游 让机关决定有点奇怪 应该是让他们个人自己可以决定 好是第一 另外呢 那个部长 我们早上也有委员问过了 国民旅游卡现在啊 包刷包亥 从可以从内衣买到什么什么厨具 什么通通通通通都可以 所以呢 国民旅游卡其实已经成了变相的消费 消费券 大家都觉得是变相的消费券 什么都可以买啦 简单的说就是这样 那如果是消费券的话 只有军工教友 一般人民没有 这个没道理 所以我觉得国民旅游卡 是一个奇怪的东西 也值得检讨 我们希望真的是旅游卡 好不好 是 所以我们会鼓励 包括那个电子消费 这些东西 只有鼓励没有什么用啦 好 来 部长 再来我就要问你 我知道部长真的 从没有当部长 从过去到现在 非常的一致 非常的有生态保育的观念 不敢当 但是我们在旅游上面 怎么样去落实这个部分呢 我们天然的条件 还是没有办法保存好 所有的老街 全台湾的老街 我看起来都一样 全台湾的夜市 坦白说 我看起来也都一样 我都觉得一样 外国朋友来 他觉得每一个月是卖的东西 样态 几乎都是一样的 老街也都一样 夜市也都一样 连游乐区也大同小异 没有特色 我们一直强调说 人家韩国人很会做 他会在他的 电视影剧里面 这个流行剧 什么剧里面 置入他的风景 我们连影音式 的外销文化 我们都做不好 你在 总咨询的时候 曾经答复说 你会有整套的 新的观光政策出来 但是呢 我们看你的预算 我只能从预算看到 因为没有听你说 整个预算的编列 根本跟以前 其实是造钞啦 简单说是这样 我觉得值没有改变 请问你到底 要做怎么样的改变 其实我们整个的方向 是要来跟地方结合 所以您看见 我们其实在预算里面 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预算 是有下降 但是同时间 我们会希望 各地方的这些 所谓称之为点亮春落的做法呢 先从我们跟部分地方的 这个合作开始 已经有六个点 是跟地方来做结合的 这个上面我想 我们只有越在地 才能够吸引有特色 那这个上面 包括这个预算跟 这个目前的做法 都还在开始 也许还让您有所期待 我们来努力 好 最后一分钟 有两点我要说出来 你的一成多点 到底进度怎么样 是 现在是跟泰国在谈 大概我的了解是跟航空公司 把曼谷和台北来做结合 部长 我告诉你 怎么做 一成多点 只有一个办法 最快速有效 就是开放 开放短期观光免签 这必须要去跟移民署 跟出入境管理局好好调 这个是快速有效的办法 是的 另外呢 我们真的 我刚刚说的生态 我告诉你 我们连环境 干净的环境 都没有办法做好的时候 你怎么样做生态旅游啊 我们还有很多要做 要努力的 是的 譬如说啦 我再举一个 玉山有输富士山吗 我们的玉山会输富士山吗 当然没有 但是每一个人都会知道日本等于富士山 富士山代表日本 玉山不就等于台湾代表台湾吗 所以那是一种朝圣 为什么不会有人想说到台湾来就要去玉山朝圣呢 不要只有点头 我们必须要真的认真的去想这个问题 是的 而且去做 是的 好 谢谢 我们后续 跟委员报告一下 我们后续 其实包括最近在日本 也是有我们比较 颜色叫Color Emit Color 台湾 也是按照委员的那种想法 还有我们玉山的这个 广告文宣也是开始为我们的台湾的玉山来做形象广告 有 好 我们一起努力 好 谢谢 好 谢谢叶玉京委员 休息十分钟 qui 然后再次努力 小时候 我先看下一个 好 我们一起努力 所以就想来 所以就是想看 不要 字幕 能够 不 不 請問 今天可以不見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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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已經不見得不見得不見得 拜託 嗯 哇 中文字幕君 大豬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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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辛苦了 非常 好 繼續開會 請正天才委員發言 主席 各位委員 有請部長還有我們局長 好 請賀成部長跟州局長 鄭委員好 部長好 這個我們先看這個 我上次也提過了 發展觀光條例 發展觀光條例的它是整個 這個發展觀光的一個立法的目的 為發展觀光產業 然後接下來就是要弘揚傳統文化 特館自然生態保育意識 永續經營台灣特有之自然生態 以人文景觀之眼 這個我們交通部 尤其是觀光局 一定要先從這個 發展觀光條例的立法目的 第一條 來去著眼你的整個施政的計畫 包括你預算的配置 那當時如果我們檢視過去 這個光局 包括我們很多的東莞 那個管理處 風景區管理處 的預算的配置 往往在這個文化 文化的那個層面 人文景觀的部分 是比較需要加強 是的 那我們看這個 這個原住民族的相關的 預算經費 這個我們 按照這個這一本 這不是我隨便寫的 是這一本 這是行政院 編的這個整個 中央政府總預算 有關 什麼是原住民族 相關的這些 預算經費 一開始這個 這本特別提到 為改善 原住民族涉金發展條件 提升原住民族生活品質 推廣 推廣原住民族文化 增進原住民族教育 這裡面就包含了 國家風景區開發 與管理計畫 這裡面提到的 整個原住民族相關經費 這個交通部 光局 都把它誤以為等同於 原住民族第七了 以為是等同於原住民族第七 這是錯誤的 因為原住民族第七 除了原住民族的部落之外 還有非原住民族的社區 非常多 台東市或花蓮市 像陳公正 對不對 它不是全部都是原住民族部落 包括我們瑞穗 易連 都是一樣 那我們看這個相關的這些經費 預算 事實上有很多不是 在原住民族部落 也不是跟原住民族 的有關係 這會讓人家以為 這個原住民族的預算 在東莞處 在這個日月堂管理處 或是其他的管理處 尤其是這個 很多的管理處都會誤以為 所以這個部分要好好地來檢視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條 規定得非常清楚 什麼是部落 是原住民族 這個傳統基礎 以其生活 共同生活規範的那個 它是有一個很明確的定義 那我們看東海 東莞處 東莞處 106年度的預算 編列了 這個限設計畫 兩億三千五百萬 它特別標示 預算書裡面 特別標示 有兩億四百萬 是在原住民族地區 然後就把這個原住民族地區的兩億四百萬 通通歸列在所謂的原住民族相關經費 這是一個錯誤的 因為事實上並沒有放在原住民族 或原住民族的部落 你看我們在東莞處 這是105年度的暖體跟硬體 這個紅色的基本上都跟原住民族無關了 事實上去年 東莞處給我的105年度 所提 落 落實在原住民的部分 其實只有1600萬 你看我們106 106年度也是一樣 這個紅色的都不是 花東重谷管理處 又很特殊 花東重谷管理處 它編列了這個建設經費 兩億七千萬 它這邊標列原住民族 第七的 是在一千五百萬 它是很實在 但是太少 落入在原住民族的部分 花東重谷有多少的原住民族 非常非常的多 好 這個是花東重谷的 這個紅色的都不是 106年度 這個紅色的幾幅都不是 然後日月坦管理處 106年度 編列兩億三千萬 它這邊寫說 有兩億七百萬 是在原住民族地區 那個地方是原住民族地區 沒有錯日月坦 所謂的原住民族相關的機會 就不切實 我們看這個 都 105年度也是這樣 都不是 105年度 有很多紅色的都不是 那阿里山 阿里山 阿里山他三億 三千萬 其中原住民一億 是不是一億在原住民族 或原住民族部落 上代檢視了 我們會把它列 阿里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105 跟100 這個 三三國家管理處 一億八千萬 他這邊寫了五千八百萬 也上代檢視 這個是貿管處 這個貿管處的部分 這個兩億四千五百萬 這邊是寫一億兩千萬 也上代檢視 所以 這個 我們談到這個預算了 所以部長 還有局長 是不是要再好好的檢視 按照剛才我所講的 因為這個 行政院所講的 並不是指原住民族地區 他這邊是講原住民族 部長 我瞭解您的原則 我們朝這個方向再來檢視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 事業新辦 的一個計畫 這個主要是跟這個 觀光旅館 觀光旅館 觀光旅館的新辦事業 常常會有像日月潭 或者是說這樣 這個東海岸 都是很多都相關的事 都沒有依應 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十一條 相關的這些 統一前的行使 那個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十一條 是特別規定的 政府或私人 在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 及其周邊 一定範圍內 公有土地 公有土地 從事土地開發 應該要諮商 並經言住民族 的一個同意 那我們看 觀光旅館業管理規則 第三條 觀光旅館業 是新辦事業計畫審核 當然有屬於地方的 對不對 有屬於地方政府 的一個審核的前者 有屬於這個觀光局 本來是交通部 交通部授錢給觀光局去執行 在這樣的一個 新辦事業計畫的審核 必須要 在你在審核的時候 就應該 如果這個 它的新辦事業計畫 是位於原住民族的 地區 原住民族地區 原住民族部落 原住民族土地 原住民族部落土地 如果是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就應該要依21條 只要是在原住民族土地 或是原住民族部落 及其周邊一定範圍 只要是在原基法21條的範圍裡面的 新辦事業計畫 就必須在審核的時候 就要考慮到這個部分 部長還是機長要說明 確實在審核的時候我們都會有諮詢 所以應該沒有這個法條的這個禁核問題 在執行上確實都有參考原來的基本法 這個部分 是不是 因為機長你是來沒有多久了 所以你請通人 我再查證一下 不過原則上應該都會有這樣做 再查證 如果有個案的話 如果有個案有涉及到 最近就發生就沒有 就發生 就才會有這個到環保署抗議 那個其實是環保署是後端 環境影響評估是後端 因為為什麼呢 這個大面積才要 或是有需要還品的 並不是所有的案都要還品 有些是不需要還品的 需要還品的就要還品 不需要還品的就不需要還品 但是我們這跟還品沒有關係 是原住民族基本法 考慮到 基本上一般的用語叫政策還品 那我們政策還品把它落實在原住民族基本法 所以相關的這些新辦事業計畫 如果是在原住民族土地 或原住民族部落 或者是原住民族部落 周邊一定範圍 公有土地的話 就應該要建行原住民族基本法21條 機長是不是能夠再回去好好檢討一下 是是 好的 而且你把相關的最近的這些案子 我了解有幾個都有 如果有的話 如果有經過這個程序的 有原住民族法21條來辦理的程序的 你把資料提供給我 是是 好不好 好的好的 謝謝 謝謝 謝謝指教 好 謝謝 請賀成部長跟州局長 請賀成部長 州局長 部長辛苦了 你好 然後局長 那麼我還是今天的兩個重點 就是大家的關心 陸客團不來 台灣的觀光何去何從 那麼新南向政策 觀光局準備好了嗎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台灣觀光呢 陸客的團不來啦 那麼我們的雨跑掉啦 那觀光局怎麼做呢 觀光局呢 就是說我們有個政勳國旅方案 要協助陸客的產業紓困 然後呢 你們寄出了很多的錢 前面的委員有問到啦 這個陸客團做陸客團的 他說他的遊覽巴士閒置 順利民就說 那就去刷國旅卡吧 我跟部長說明一下 魚跑掉了 有竿釣不到魚 你說我們拿魚竿去抓蝴蝶啊 陸客團的課程 跟我們國旅的課程不一樣 你用同一根魚竿去抓 是抓不到的 所以呢我這裡呢 不過觀光局不完全是這些 我認為無目對提的補助 我認為你們提供了 包括說東南亞島游的這個翻譯 這個就對了 為什麼 要開發新客源嘛 這些陸客團的魚跑掉 你們去找新的魚嘛 你們認為新的魚在哪裡 快點時間有限 是 東北亞跟 確實跟東南亞 是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 新的客源 沒有錯 你們韓國跟泰國呢 分別上場了 五成五跟六成六 我是覺得這有收穫 那接下來呢 我要告訴您的是說 其實這要談新南向啊 我們地方政府很敏銳啊 你看這個 我們的雲林縣政府 明天要辦我們台灣燈會 他馬上就增加了一個什麼 新住民文化燈展 對不對 然後呢 不要說是去年的喔 連今年的桃園 我們來看一下 桃園呢 你看 他除了主題的喉燈之外 他還有什麼 還有我們原住民的燈 還有呢 顛緬地區的燈 所以你要知道 民間 尤其地方政府 很敏銳的 那我這個要談台灣燈會 從歷年的台灣燈會 我是覺得要跟部長說的 燈會的決策 從2001年開始 交給地方政府 輪流主辦是對的 你看 從2001年開始 交給地方政府主辦之後 人次一直往上漲 為什麼 因為觀光局給五毛啊 地方政府加碼加一塊啊 大家卯足了前進 今年的桃園創造了 你看超過兩千萬人次 部長你知不知道 我以前都不知道 有這麼好的成績 你不知道這麼好的成績 我再告訴你啊 近年的燈會的人次 除了成長之外 觀光收益 隨著人次的成長 今年的桃園 鄭文燦市長 不簡單啊 乖乖的 150億的收益 兩千萬 兩千萬人次 部長 是 台灣的燈會 是可以作為我們台灣觀光的主力 你同不同意 他是有他的特色的 我想有好的傳統 應該實際來去加油 好來局長 那請問一下 台灣燈會 你們目前在評審各縣市的送案 你們都怎麼做 你們就說啊 交通規劃啦 宣傳方式啦 周邊服務啦 招商能力啦 因為反正十二生效嘛 明年什麼年 明年是基年 明年是基年 是 但是你現在往新南向 我靠你一提啊 東南亞國家的十二生效 跟台灣一不一樣 我先問你 越南的十二生效 跟台灣一不一樣 印度跟越南會有點差 你知道哪一個不一樣嗎 我告訴你啊 旋轉的位置不一樣 不是 越南沒有兔子啊 越南是貓啊 越南的牛是水牛 寮國的牛是黃牛啊 寮國的羊是綿羊 不是三羊啊 要搞新南向 要搞台灣燈會結合 把這些國家的十二生效搞清楚 還有呢 緬甸很特別 它是七個八個 它是呢 有獅子 有有牙象 無牙象 還有天竹鼠 還有甘納龍 這些都是我們台灣很陌生的 明年的主題 我們把東南亞這些十二生效 也放進來當做一個主軸 好不好 是是 但是太可惜了 因為我知道各縣市的宋展呢 已經呢 告一段落 是不是這樣 對 那個是 欸 我就說我這樣說啊 部長這個要靠你來了 如果說你認為我們國家 台灣燈會有招商 有吸引觀光的能力 我們新南向政策要吸引這些國家來 是不是明年後年 2018年還來得及 可不可以在寬限點時間 請提案的單位 補充增加新南向的元素 可不可以 我相信當然可以 即使明年都應該 還有努力的餘地了 好 那今年已經在送案了 對不對 局長 是是 那可不可以把遊戲規則 增加這個題目 說怎麼樣針對東南亞來 吸引他們主題 設定這個主題 部長OK嗎 交代一下局長 不然他不敢啊 這個我們可以來做 好 可以跟在地的一些 他們的這些鄉親 大家一起來合作 所以我希望說呢 你們除了呢 還有南島羽族當中啊 為什麼今天我還是要講到我屏東啊 如果我們要南島羽族來講 屏東的 台灣的原住民族有這麼多 我們屏東呢 也不殺 我們屏東啊 有原住民有五萬八千人 我們的外配人數 有將近八千人 如果說看歷年的台灣燈會 我們來看一下 看我心會痠啊 西部的各縣市只剩屏東還沒有辦 主席再幾秒鐘 然後呢 花東還沒有 所以我是覺得呢 如果說今天交通部 要拓展新南向的觀光 觀光局要用台灣燈會來吸引 明年的主題已經定了 後年的主題 還有這樣的空間 讓這些縣市 我不要自說我屏東而已 花蓮台東 我們都有非常豐沛的 南島羽族的資源 我們屏東尤其還有很多的外配 是不是讓這幾個縣市 針對新南向的主軸 來特別設計 部長可不可以 我想這個方向 我們一定會來加油 好 所以我希望說 台灣燈會啊 能夠提出 有別往年的徵選模式 結合新南向的政策 提出主題 透過南島羽族的特色 以及新住民的優勢 來行銷台灣 好不好 局長OK喔 那我回去趕快叫屏東縣 重新送案囉 可以嗎 好 你點頭啦 點頭就是了 謝謝 謝謝 明年 明年再離島你放信心啦 哈哈 明年就決定了 他在議場 你盡量講嘛 那明文縣長有時間 在那邊慢慢等沒關係 等等等等 謝謝 好謝謝 鍾交平委員 接著請陳明文委員發言 謝謝 謝謝 可以嗎 好 謝謝主席 感謝主席 好 請部長 好 請部長 好 陳委員好 好部長 我看了你的交通部的一個業務啦 我知道今天是觀光幾的這個預算 那我今天簡單要談一下鐵路的運輸這個計畫 那我看起來這個鐵路的運輸計畫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們先政府上來以後 疏忽我們整個鐵路這個運輸計畫還是秉持了過去嘛 政府時代 尤其是毛治國時候所規劃的這個鐵路運輸計畫 所以我在這裡也希望就是部長 是不是要全面性再做一個檢討 不要讓人家覺得說 這是馬屋 馬屋歸賀水吧 這樣不好吧 不敢當 你覺得呢 確實我們有在做一些檢討 像最近對於這個 一些高鐵和地方的這些鐵路結合 還有一些支線的發展 我們都當成是優先 我想嘛 政府時代 這個時代坦白講 都刻意忽視 嘉義縣的各項重大的基礎接種 你可以回去去檢視一下八年 事實上過去的八年 坦白講 沒有任何一個重大的一個基礎建設 不要說做喔 說連規劃都沒有 連規劃案都沒有 所以我們是希望就是說 我們來調整 我是希望就是說 你應該 這個當部長 要檢視全國 整個這個重要的這些基礎建設 是不是能夠讓它平均的 能夠讓地方能夠精靈發展 不要偏重哪一個地方 尤其 我再特別要提到 尤其像鐵路高架化 事實上它也是規劃到當時的 藍色執政的嘉義市 只規劃半套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事實上 你也了解整個嘉義市的鐵路高架化 大概10.9公里吧 事實上應該要延伸到藍北 藍這個北應該到民雄 藍應該到水上 這樣才會是一個整體性的 那我不瞭解當時的規劃案為什麼 那我也不瞭解說 這個我們新政府上來以後 那麼會不會重新對於這些重要的一個交通建設 能夠做一個檢討 不要有那種差別待遇 不要有那種差別待遇 是是是 我要特別要在這裡提醒你了 就是說 這個整個我們這個鐵路高架化 我一直希望就是全國 事實上我們要做整體性的一個規劃 我看起來好像說 現在大概整體的一個規劃 已經定案了 我在這裡從頭城二節 已經完工了我就不講 一直到屏東 好像似乎就只有嘉義市這個案還沒有定案 為什麼 這個還沒有定案 其他大概都已經定案了 都已經核定了 不是嗎 也有一些像彰化也在考慮 彰化好像也是定案 還沒有還沒有 彰化市的鐵路高架化不是已經定案了嗎 還沒有還沒有 這個我們其實 不過委員的指教是對的 從南到北大家應該有個整體的考慮 那麼尤其已經被忽略久的 應該在這個上面應該要有所優先了 這些事情我們都理解了 所以 部長我知道你理解 但事實上你到現在為止 從想法到做法 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 你現在你還沒有化為行動 你只是覺得說好像 適合全國的這種鐵路高架化 每一個縣市都已經在 都已經很迫切期待 那像 其實嘉義縣市本來就是一個生活圈 那嘉義市到現在為止我也不了解 我記得在 在扁政府的時代 就在陳立正市長 就已經核定 那我不了解為什麼到國民黨的時候 那延宕又是八年 一直到現在 也還沒有核定 那你也了解喔 縣市本來是一個生活圈 我們是很希望很期待 就是說 就像 像民雄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鄉鎮 在嘉義縣來講 它是一個七八萬人口的一個鄉鎮 那既然我們 我們嘉義市已經延伸到 已經快要到民雄的這個鄉境內了 為什麼我們不穿過整個這個民雄的這個市街 把整個這個鐵路 也把它高價化以後 把它的鄉鎮 把整個這個市中心能夠打通 我是特別在這裡 這個期待就是部長 你能夠 你能夠好好的 那麼就整個這個鐵路高價 的這個整體性全國性 能夠就前面性的一個討論 那特別我們更期待這個嘉義縣市 對於這個鐵路高價化這個計畫 能夠盡量把嘉義縣 納入這個計畫 可以不可以 我想這個過去是有這個 四漢縣對於那個鐵路立體化以後 那個基地啊 那個基地的位置有看法不一樣 這個部分我們應該來協調 好 最後一件事情 我想要再特別提到 就是阿里山觀光大道 是 事實上在我當現場任內 這一條大道就已經在規劃 那一 但我們在規劃當初 我們就希望就是說 這個交通部能夠把這個觀光大道 納為省道 納為省道 但是公務局一直不願意 讓這個觀光大道 作為省道 意思說要等完工以後 才能夠去重新做規劃 那事實上大家也都知道 這個 這個縣道跟省道的一個 區別性 省道必須會 會在生活間做檢討 會讓地方政府有配合款 但是我是一直希望 我一直提醒部長就是說 這一條阿里山觀光大道 基本上它不是在因應 這個嘉義縣民的日常生活所吸 我想這一點應該也很清楚 而且觀光大道主要是要舒緩 我們國際的一些觀光 這個遊覽車的一個流向的一個使用 所以它本來就是應該是省道的一個規劃 所以我們是希望 這個交通部能夠回氣 今天我在講 我知道這個公務局不在 但是我們是希望 部長能夠做成一個機會 回去以後一定務必 要請他們做一個檢討 我想未來 如果把這個阿里山觀光大道 規劃為省道的話 那這一次事情就能夠 迎任勞解不會 延當十年 等於從規劃到現在 等於十年裡面 一直都沒有 最後一點就是 有關於明年的這個燈會 我想我簡單的一分鐘 就是說 嘉義縣非常期待 就是在明年的這個燈會 能夠由嘉義縣來做主辦 我想嘉義縣 後年了 您提這個 後年 因為故宮南院 剛剛正式來試營運 那如果說故宮南院 能夠結合台灣的燈會 在嘉義舉行的話 那會將會引進更多的一個觀光人潮 促進嘉義縣這個新都新的一個發展 坦白講 嘉義什麼都沒有 那剛剛我聽到屏東 屏東 除了一個總統 又有一個立法院長 又有龍委會的主委 很多了 那嘉義什麼都沒有 我們希望 最起碼給我們一個燈會來辦一辦 刺進地方的環容 這十年來嘉義 地方的建設都已經算是停頓 那最卑微的一個期待 希望 一個燈會 刺進地方 得一個環容 能夠引進更多的人潮 這一點我特別在這裡 期待 部長好好的思考 以上的這些建言 我們不算是主席 建言 希望 因為你也很忙 私下要A你也很不簡單 所以我趕快 情商 我們今天的主席 給我一點時間 能夠在這裡 正式來跟你做以上的建權 希望 我講完以後 你能夠記住 謝謝 是的 謝謝 謝謝 不敢當 不敢當 謝謝 館長 有跟你優惠囉 有跟你優惠囉 感謝 OK 好 我們接著請 簡東銘委員發言 主席一會人員 有請部長 還有周局長 周局長 建委員好 部長好 首先感謝周委 也感謝部長 昨天的交通委員會的考察 是是是 剛剛陳委員也提到 部長非常忙 不敢當 但是你能夠包容 到屏東 最偏遠的一個村莊 昨天你去的那個村莊 再過去就抬動線了 也就是我記住的地方了 是 但是我想部長 去之前應該不了解 不知道 那是我住的村莊 是是是 昨天真的是一個驚喜 跟部長說明了以後 部長才了解 但是 我想部長也親身 聽到了 那個最基層的聲音 是的 村長包括那些部落會議主席 他們的發言 他們的心聲 鄉長也提了兩件的那個計劃 是的 親自送給部長 是 希望部長能夠重視 是的 是的 現在就請部長回座 現在請周機長 謝謝 周機長 你好 委員好 我們知道 要行銷台灣的這個觀光 不管是人文景觀文化歷史環境 我想原住民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亮點 不曉得 機長 你對我這樣的說法 你認同不認同 非常認同 也確實是我們多元文化 是台灣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我們在推展台灣的觀光品牌的時候 這是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 過去我在第七屆當立法委員之前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訝異的就是 我們觀光局啊 就在大概十年以前 對於原住民這個觀光的推展 真的是有很大的疏失 不是在建設方面的疏失啊 重要的就是在了解跟行銷方面的疏失 所以當時本習極力要求我們 觀光局一定要跟原民會這個密切的一個配合 畢竟觀光局 對原住民很多很多的不了解 但經過大家有這樣的共識 大概七八年前我們就 在觀光局成立了一個原住民觀光的一個推動小組 是是 到現在我想 雖然看不到很具體的一個功效 最起碼已經成立有在推動 而且每年都有 還有今年第三年會有一個成果的一個發表會 在下個禮拜 對是 對我們是非常希望 我們觀光局這個地方 多想一想 多想一想 到底要怎麼去更進一步的認識我們原住民的景點 我哪一個今天 我對那個中華郵政公司 就是他們最近所推行的這個 這個 也等於是幫我們觀光局再促銷 原住民地區的一個觀光 前面這個所呈現出來的 這是什麼 那個局長你看到 看得懂嗎 確實非常精彩 對就是有16個油桶 各組的16個油桶 是 這個由來就是因為 翁董事長 中華郵政 那個翁董事長 跟我看到台北市那個YY油桶 颱風撤了以後 YY油桶也能夠變成是一個景點 是 基於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們是不是能夠在16個組 行銷16個組 他的把美 他的圖騰 所以他就有這樣的構想 做了16個組的這個特色油桶 非常的漂亮 請了原住民的藝術家來畫 藝術家來畫 也經過了這些16個組的鄉長 地方市上的一個認同 接下來再看下面 前天 我也參與了在阿里山 第一週 啟用儀式 人非常多 大家都非常的驚豔 也覺得非常的讚佩 劉正吉有這樣的構想 不單單如此 他們還印了卡片 將來印了16個組 這個特色油桶的卡片 鼓勵我們的國人 包括國內外的 能夠到這個有設立有桶的地方去看一看 在那邊 這個卡片 16個組上面還有一個可以打卡的地方 你到阿里山 你到阿里山州主 你就在州主的地方打卡 你要16個 統統打卡完畢 郵政局 郵政公司還準備一個非常精致的禮物給你 這有沒有吸引力 是確實非常有吸引力 而且可以給我們有六個管理處 有狭下也有原住民部落的部分 一些啟發 我覺得這個部分非常好 所以這樣的構想 我總覺得 你16個組 你要往前打卡的話 打物主的事在阿里 你還要坐位機器 一定要坐位機器或是坐船 16個組打 而且這個油桶做得這麼漂亮 大家都願意去 無形中透過這樣的構想 就可以提升 這個觀光 產業 都會受到關心 所以我想我們觀光局這個地方 應該都想一想 最近我們原住民地區 這個傳統的文化記憶 也是受到大家的重視 現在原住民地區的 真的大陸來的觀光客 是很少去 大概都是國內的觀光客 大部分都是國內的觀光客 因為大陸覺得這個行程 比較簡單 不容易去 我們台灣有週休二日的這個情形 很多都市都願意到原住民地去 互相了解 這樣的情況之下 在推動原住民的這個觀光 應該是相對的比較容易 所以現在人潮很多 最近南莊辦了一個 辦了一個什麼祭典 你知道嗎 有一個祭典慶 對 在南莊叫 艾林 艾林祭 還有那個 集長可見 因為你剛剛就任了 我們也不怪你 這一個這些祭典 我們觀光局大概網路上都有吧 有沒有 有 網路都有 我們也有經費的補助 你們文化行銷的部分 因為我們有這樣的推動小組 現在是不錯 行銷得很好 但是 有一點 我還這個地方希望我們觀光局 能夠特別的注意 就是因為 在文化祭允的這個祭典的過程當中 我們只是把這個日期或是地點或是它的珍貴的那個內容 大概做了一個呈現 但是在過程當中有時候因為不了解的狀況 會發生一些爭執或是影響到整個記憶的過程 所以我是在這個地方具體建議 那集長將來你們的網路包括你們的文宣 除了做一個詳細的介紹之外 把這個原住民祭典的禁忌的部分也能夠呈現出來 把禁忌的部分也能夠呈現出來 這些大概我們只是一個整理的 大概的整理 其實每一個組都有禁忌 每一個組都有禁忌 這個假如說 我們觀光客或是遊客 事前能夠了解的話 就不會發生 這次南莊在耳靈忌 就很多狀況 甚至有的是那個媒體照相當飛機在那邊飛來飛去 像我排灣族我們有一個五年忌 也是非常的慎重 包括我們南里島主有一個飛遺器 這些都有它的禁忌在裡面 而且這個禁忌不是很難很難懂的 都很容易就可以了解的 希望他們飛遺季 因為這個祭典之前不能丟石頭 丟到海邊 不能拿石頭丟到海邊 這個假如沒有事前 沒有跟這些民眾 或是遊客講的話 他們認為說這個是很好玩的一個事情 就犯了 這個禁忌 謝謝委員提醒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 或是一個梗 就是說其實也是這種學習 我們對不同的這個 這個援助部落 他們有些特質也是我們一個 觀光局一個未來一個重要的工作 對這個我想在近期當中 能夠做一個加強 再增加這個部分 不要每一次辦一個祭以後 都受到干擾受到影響 或是有一些禁忌方面的這種行動出來 實際上他們是不了解不懂 但是直接就影響到整個祭典儀式的進行 這一點特別在今天 跟我們周機長來做一個建議 好 非常謝謝 我們也可以用歐雄來提醒大家 好 另外現在 最後一點就是 阿里山這個太平雲梯 太平雲梯 局長知道不知道 是是是 因為那個後來就是廠商 這個已經更新 已經更換了營造廠商 我們現在在 以明年的六月完工為目標 因為時間已經到了 在這種特別提醒 我們局長對這個工程 能夠特別給予重視 它原來是104年就結束的一個工程 是是 現在到目前為止 大概進度也百分之66 66 只要是廠商可能又發生了狀況 對 更新的廠商 而且最重要的這一個部分 有限 希望能夠重視這樣的工程 好 謝謝委員 謝謝 接下來請陳淑葉委員質詢 謝謝 請主席邀請部長跟局長 請賀成部長跟州局長 好 陳委員好 部長好 就是自從我們就是政權輪替之後 這個大陸的這個就是旅客 就是真的明顯的減少了 所以對我們國內的旅遊 當然是有一些衝擊 那我們新政府上台之後 我們交通部跟觀光局這邊也都 一直在思考要怎樣 去解決這樣子的一個困境 那我們目前 就是交通部觀光局這邊 就是有嚴理了一個 補助接待大陸地區人民來台觀光業務 受衝擊之旅行業 辦理國內旅遊實施要點 這個11月份就公告實施了 11月初 那另外一個方面就是說 行政院也有意要用國旅卡來救觀光 要來挹注這個國內的觀光產業 這個是預計在明年1月要實施 好是不是 好 沒關係不用回答 那現在就是說主要就是這兩個方案 就是這兩個大的方案 可是這兩個方案 本席覺得說 其實感覺實施了之後 就是一個已經公告實施了 一個即將實施 可是很多業者或者是地方 就很多聲音出來了 覺得說我們交通部這樣子的一個觀光政策 就是只是頭痛一頭腳痛一腳 而且是故此失筆 所以本席在這邊 就是說請教部長 然後也就是說提供一些業者 或者是地方民眾的一些看法 那也希望說交通部這邊 是不是可以再審慎的去思考一下 那我先來提一下這個國旅卡好了 國旅卡 我們行政院現在有意要用國旅卡 就是來救觀光 然後就是說 要求公務人員每年的這個一萬六 要一半八千元來參加這個團體旅遊 而且是要在觀光的重災區內消費 我在這裡先請教部長 什麼叫觀光重災區 哪些地方是屬於觀光重災區 這個據我所知道是我們觀光局有統計 在這幾年來團客消費的地點 以及它的一些業別 那麼特別這個地點上面 如果是排名比較嚴重的 那我們就把它列為優先來加匯他們的地方 那詳細的地點是不是我們讓局長來跟您做報告 好 局長您請說明一下 我們就是九個縣市 就是如同剛剛部長特別提的 我們在國旅卡的部分 大概就是希望說 如果到這個九個縣市 比如說在台南 哪九個縣市 包括花蓮、台東 還有屏東、高雄、台南、嘉義縣、嘉義市 然後在桃園市 還有新北市 那就是照局長您所說明的 你們所定義的觀光重災區 就是指以前陸客來會去的景點嗎 縣市 數據上是會顯示 比較多的 旅宿跟用餐 旅宿跟用餐 會去那邊消費的這些縣市 那應該就是說 在大陸客興盛時期 這些縣市是大陸客人數比較多的地方嗎 那我想請教一下 在大陸客來台觀光 新盛時期 彰化縣是屬於什麼區 就是他們會去用餐 用餐或者是會到幾個景點去旅遊 那住宿的部分大概都不會列 都沒有在這個我們彰化縣 對 其實在你們做的這個 就是你們有做一份 104年這個受訪旅客 遊覽景點所在縣市排名 是 這個你剛剛所念的這幾個縣市 其實都是排名前幾名 那彰化縣是排名第15名 其實在大陸客興盛的時期 來彰化縣旅遊的大陸客 本來就少之又少了 那你剛剛所講的那些縣市 是大陸客會想去的觀光的重要的景點 那事實上其實大陸客不來的話 那些地方也是很多國外旅客 會喜歡去的景點 就像說南投的日月潭 嘉義的阿里山 那那個就是花東的太魯閣 這些也是國際旅客很喜歡去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說你們用重災區 對於來形容這些地方我覺得 觀光重災區我覺得是不太恰當 那另外你們要求說 這個公務員就是要去這些地方消費 八千元 沒有沒有沒有 八千元就不限這幾個地方 只是說 在這幾個地方 他可能在這個和銷的寬線上有些優惠 有些優惠喔 因為我剛剛有稍微看了一下辦法 現在沒有帶 就是說如果說你們是要求要在這些縣市消費 那八千塊要在這些縣市消費的話 我是覺得是不妥啦 每個縣市都可以消費 每個縣市都可以消費啦 是因為我覺得說這個觀光資源應該是要均衡啦 不然的話你這樣子顧此施筆喔 因為有很多你也知道說很多這個國旅卡的特約商店 就是限定公務人員可以去消費的嘛 那如果說到時候這些資源 像我們彰化線 其實是很多國人旅遊也是會很喜歡去的地方 雖然國際旅客不多 其實事實上就是國內 國人旅遊的話也是會去消費的一個地方 也包括很多公務人員在地消費也好 或者是來異地消費 都很多這個特約商店啦 所以這些特約商店也怕說這樣子的商機就沒有了 所以說這個部分就是要麻煩我們交通部這邊就是在這個國旅卡 就是限定這個國旅卡的使用上 到時候你們要去思考一下 怎樣去挹注相關的觀光的產業啦 不會排除其他縣市 不會排除啦 對 譬如說是現在有好玩卡可以到台中彰化嘛 那他這個就是跟我們的電子票證結合 是 好 那在這裡我也要先謝謝一下我們觀光局啦 就是交通部觀光局對我們彰化縣辦理的一些特色活動的補助啦 事實上我覺得說對觀光旅遊 這個觀光產業要怎樣去振興的話 我覺得補助應該是最下策了啦 所以我們是覺得說應該是從體質上怎樣去強化 還有硬體建設上去強化 包括說剛剛也有很多委員提到的 像這個接待大陸 陸團的這些旅行社 我們現在是提出這樣的一個補助的一個辦法 其實更好的辦法就是應該是去讓他們有轉型 然後接待其他國家旅客的能力 這樣子才不會來分使原本 從事國內旅遊的那些旅行業者的這個大餅嘛 因為我們應該把餅做大 不是把餅做小嘛 那因為現在也很多那個國內 本來都是在辦理 這是國內旅遊 就是說我們國人國內旅遊的這些旅行業者 他們也認為說我們這樣子的辦法實施之後 因為一個不平等的那個立足點 也會造成他們的這個上市這個競爭力啦 因為我們的補助要點就是 就是對象是限定就是說 具有接待大陸地區人民來台 從事觀光活動業務資格的嘛 就是很明顯就是以前接待陸客的 現在這個已經放寬了 放寬了 所以不限嗎 就是其他的旅行社都可以 一樣一樣一視同仁 一視同仁 好那就是說 那我們應該要把這個訊息要宣傳出去 不然我們很多國內的旅行業者 本來都是在辦比如說村里長旅遊啦 或者是一些社團旅遊的 他們就覺得說那這樣子本來 比如說同樣一個景點的行程 一個團費如果說三天兩夜 如果說收六千塊的話 那這些陸客團的旅行社 他們如果可以獲得補助 他們只收四千塊 那他們就喪失了 那樣子的一個競爭的立足點了嘛 對這一點謝謝委員 我們在這裡特別強調 對於所有業者都一視同仁 我們目標都是共同把國旅的這個餅做大 把國旅的餅做大 把國旅的餅做大 是的 好那現在就是我們 就是補助的對象就不限 不限說只過去接待這個 不是說只有過去接過路團的 我們才有補助 不是這樣子的 我們現在一視同仁 好那這個 好這樣子的話 就是說可以讓我們這些業者 比較放心 而且也可以讓這個市場的競爭 是的 可以有一個自由的競爭 市場 因為其實我覺得說我們 用這個政府部門的力量去介入 這個市場 都不是好的方法 是的 所以再回歸到原點 其實這個整個觀光產業 真的還是整個硬體設施 跟條件的一個提升 是比較重要的 那不管就是說過去 是陸客喜歡去的縣市 或者是說過去 這個 就是說國際旅客比較沒有去的縣市 我們都要去思考去盤點 整個的這個觀光資源 然後協助地方 怎樣去發展這個觀光的產業 我覺得這樣子才是正確的 是的 這個特別跟委員報告 您剛剛提醒說轉型的重要性 所以我們整個措施裡面 第一件事情 就是來輔導他們去轉型 而不是說是馬上發錢 就是朝這個方向走 因為其實像我們彰化線 最近辦了幾場這個活動 像田中馬拉松啊 二水跑水節啊 那個人數都非常的多 都非常的熱鬧 所以我覺得是說 我們應該是從這個地方的特色文化 或者是整個旅宿的這個條件 去強化 是 條件提升了 自然就會吸引到旅客 是的 來觀光消費啊 是的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部長 謝謝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 顏寬恆委員 質詢 主席 主席各位委員通人 主席我想請我們交通部賀成部長 還有觀光局州局長 請 請部長 您應該也是在做 類似網路媒合的服務吧 那應該廣泛的說是自由經濟啦 因為它在台灣並沒有 它並沒有一個一個一個 稅務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啦 那也沒有一個法律的規範 它是 它跟Uber一樣 它把自己的房子來當作旅館 然後也不用取得旅館登記 沒有消防安檢 然後也沒有旅遊平安險 而且它都是在境外交易 它用App軟體在境外交易 那不用繳稅 那所以我想要請問說 像這樣子有恃無恐的 根本不在乎消費者的權利 更不用說它在乎台灣的法律啦 對於這種 視若無睹的這種明顯違法的情況 部長您如何應用 我們對於這樣的一個網路媒合 雖然是一個消費者的選擇 還是認為應該保障消費者的一些基本權益 所以基於這一點 我們對於他們的這個查核 還是當成是政府應該要負起的責任 我們還是在這個上面會加強查核 可是我們看到光是這個 他們這個存在就跟Uber一樣 本身不合法 但是它卻理直氣壯 然後刊登廣告 然後四處染客 不把政府的法令放在原理 百明就是認定說你遲早要合法 它吃定你的 像從我們這個 我手上的數據到十一月十二日子 共裁罰了八千零七萬 針對Uber的部分 那如果它業者不繳罰款 那你能拿它如何呢 你能夠查諷它什麼東西 我想要請教你 當然這個裡面 進一步可能就是要變成是採取 包括財政部一起的一些 重罰的行為 那這個我想我們會跟相關部會 一起來協調共同採取 其實它現在都在境外交易 那它在國內它並沒有實質的這個 沒有實質的物體 那更不用說它在日前又推出了一個新的機車版的服務 叫Uber East 就是合作送餐員 那我也看到部長你的新聞稿 就是說 10月15號 我們賀成部長嗆取締嘛 然後相關委員也有提出質詢 那部長你的回應說 當天啦 當天確實也寄出了六張罰單 然後六十萬的罰款 但是你在最後的時候你說 你表示說明知道Uber違法 但是他不願意合作 那你表示說不能怪別人不友善 只能怪自己不爭氣啦 那我聽到你這麼講我很壓抑 我說只怪自己不爭氣是什麼意思 你說的不爭氣的對象是誰 是計程車業者 那我們計程車業者 其實這整個案件整個事件當中 受傷最嚴重的就是計程車業者 計程車業者裡面也有表現很好的很優質的 那這些人他們不但他是最大的受害者 他們有接受到政府的照顧善意以及法律的規 他們是合乎法律規範喔 然後被這種Uber這些境外業者來到大舉入侵到台灣國內 然後造成了他們整個經營上的困難 然後而且他得不到政府的關愛 得不到政府的支持 還稱呼他是一個不爭氣自己不爭氣 我想這個 原委員請不要把這個不爭氣等同於計程車業界 我剛剛說的是包括我們自己能不能發展出好的軟體 來被我們自己的業者所採用 這個是整個是一個合作跟跟業界的提升 不是針對個別的業界 那因為我沒有看到你的說明 而且你也沒有說很明確的說不爭氣的對象是誰 我就是要說明這一點 就是針不爭氣是相對於消費者願不願意去接納 所以消費者接納就是要一個比較更好用的軟體 部長很直接的反應就是因為他們兩個是對照 對不對 Uber從來不認為他是計程車 Uber從來不認為他是計程車 所以我的對照也不是計程車 你這樣子就又講越模糊了 本來就是Uber就是他的 他就跟計程車是對照 恐怕這個原委員 他現在Uber他業者 他自己認為他就做一個科技公司 我是支持自由經濟的 但是我是 我的最基本的原則就是說 我應該要 所有的這些自由經濟體系 都要對於負責 應該要負責的義務跟享受的基礎建設 是要對等的啦 基礎權利 那另外再請教就是說 本系也認同這種使用者付費的概念 但是像這樣的新經濟體系 他們不肯進義務 他們不肯進義務 但是去享受我們的這種基礎建設 那目前 我看到的唯一的只有開法 不斷的開法 但是看不到實質的作為 所以我想 部長你接下來你會怎麼做 我們現在做多元化基礎這方案 就是在輔導我們業者 他們自己有更好的競爭力 你是說針對我們國內的業者 我們的基礎車嗎 對的 那對方呢 對方就是Uber AMB&B這些呢 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剛剛就是說 現在法是我們最起碼 該做的政府態度 那接下來可能就是要採取 移送法辦等等這些 進一步的這些作為 那這些事情是我們政府 該有的一個 對這個事情的態度 那在 你要求這個 這個Google 就是要 針對這個軟體 APP要下架嘛 對不對 現在是有人這樣建議 我們也正在研議看怎麼樣 不是啊 你已經有要求了嗎 交通部已經要求不是嗎 我們有請這個公路總局 在做這樣的一個研議 看怎麼樣來處理 那這個Google的回應它是說 如果 他們無法評論 特定的應用軟體 應用程式 他們會將違反Google Play 開發人員政策的 這個應用區域 程式予以下列的處理 包含九大象 包含九大象裡面 我不曉得說 我剛剛指的Uber跟AMB&B 是屬於它九大象當中的哪一項 那 如果 這個Google Google公司它不願意配合 又或者它沒有配合我們交通部的要求 那我們交通部應該怎麼做 我們可能也應該來尋求銀行方面的配合 因為它現在的這個金流 還是有些部分是金融銀行體系 因為它是美國公司 所以我想它不見得一定要配合我們交通部的要求 那你 我是說我要看到 這就是我們在研議的地方 謝謝委員的提醒 好 另外 所以說如果它不下架 你現在在研議不曉得怎麼辦 研議總是會找出更有效的做法 那提成了大概時間 剛才就是跟您在說 我們現在 因為這個事情研議它涉及到的法令 涉及到國際上面的一些慣例 這些事情恐怕我現在沒有辦法單方面 跟委員報告一個簡單的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看這個 這個是我們 這個從交通部觀光局的資料 這個是近十年來的遊客 這個是到我們中華民國台灣來的遊客 逐年的增加 到了去年 已經突破一千萬了 一千零四十三萬的總數 然後是下一張 但是在9月份 就是今年的9月份 跟去年同期這個來相較 我們很明顯的看到負成長 負成長了多少 7.78% 7.78 那觀光人數 觀光人是從原來的57萬降到51萬 負成長 那業務呢 業務人是負成長3.42% 所以 我剛剛有 我知道前面幾位委員 都有提出相關的數字 都是 人數都是成長 都是成長 但是我這個資料 一樣都是來自交通部 我看到的是下降的 你現在這個是單一月份 我們大概剛才幾位委員 這是單一月份 那未來還有三個月 可以一起做比較 是的 那我們剛剛也提到就是說 現在新政府 最主要就是 新的南向政策 那本期手上的資料 包括 我們東南亞語系的 這個導遊人數 就這個 就這個 印尼語的有27人 泰語的有47人 越南語18人 這個都是 我根據交通部的資料 那另外 還可以導覽其他國家 像緬甸 寮國 印度這些 這些 導遊更不用說 比這個還少 比這個還少 總數只有92個人 所以 這樣子的條件 跟這樣子的規模 我們要怎麼去應付 即將到來的這個 新南向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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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榮景 未來 我們很多遊客都要過來 像你們說的說 新南向政策要取代 整個 大陸 大陸遊客的這個缺口 那這些人怎麼供應 現在 除了加強訓練以外 也希望借重 我們現在 在這邊的一些 有這樣能力的一些 他們的外勞 或者是我們這些 語系的學生 希望他們扮演一個 助理性的導遊 能夠來增加 這個上面的一些語言的多元性 其實部長 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也是一樣的東西 這個 主席再一下就好 我們那個 日珠型的 日珠型的這種 遊艇 日珠遊艇 那一樣 在我們台灣 目前日珠遊艇 沒有得到一個完整的法律規範 跟Airbnb一樣 那 相關的 據我了解 在台灣只有五艘 五艘的這種遊艇 目前在做 這個經營這個項目 那他們 而且他們 能夠接觸選購的這些遊客 基本上都是國外的觀光客 那我要請教 他國外的觀光客 他取得國外的遊艇執照 他到台灣來 他要乘駐這個遊艇 那我們台灣政府的法令 是允許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就是 我們的這些 他這種 龐大的保險金 龐大的保險金 我想一定是要需要 國外的這個保險公司來承擔 那像這些 我們的司法性 法律的規範 到目前 我們沒有看到說 有一個在進行當中 所以 每一個行業 好像都是業者 好像都是市場 在 吹趕著我們 我們政府都沒有一個 做一個完好的配套 或規劃 能夠 讓一個 營造一個好的環境 可以讓這些業者來 來經營 所以在 我覺得 這些人 你 假設他違法了 像Airbnb 他也違法了 因為你法令不周全 沒有一個妥善的規範 那他當然就沒有一個 司法性 我現在要請問說 我們不要光是只是在嘴巴上講 應該要 付出實行 是的 要用最快的速度來把這個事情完成 謝謝 謝謝 應該的 好 謝謝 謝謝部長 好 我們接下來請陳學生委員直詢 謝謝 好 謝謝主席 請部長 局長 請部長 局長 陳趙偉好 謝謝部長 謝謝部長 不敢到 首先要謝謝 你燈會明年要在我們離島舉辦 謝謝 很像有答應我們 笑聲就是認同 你不要同時答應陳明文憲長 我們 也給交路幕觀光局恭喜一下 馬祖雖然小 小而美 我們 今年參加亞太 旅遊協會的PATA 聚落寶存 琴幣傳統的聚落寶存 我們旅遊景點 成果競賽 我們得了文化遺產的金獎 文化遺產的金獎 所以各位沒去過馬祖的 你們會遺憾終身 我跟你講 一定要去看一看 這個非常不容易 恭喜 也恭喜交通部 恭喜觀光局 恭喜我們馬祖風景管理處 也恭喜連江縣設府 當然最重要是恭喜我 我在那邊出身的 接下來就是 我們還得了一個獎 我們參加葡萄牙世界旅遊影片展 就是再見藍眼淚 各位觀賞一下看看 讓你們輕鬆一點好不好 因為早上太緊張了 謝謝 各位在座的官員 還有媒體的朋友有看過嗎 各位在座的官員 還有媒體的朋友有看過嗎 超漂亮的 這就是媽祖 還沒結婚了 到這邊拍婚紗照也很棒 我們交通部 我們交通部官方局劉副局長 有代表我們去領獎 部長你上次去有看過嗎 有 不過沒有這麼壯觀 蛤沒那麼壯觀 下次把你丟到海裡去 蛤 我們葉委員有沒有看過 我們葉委員有沒有看過 沒咧 你以後當前市長 台南相信要帶過來玩 好我們恭喜交通部還有公公局 恭喜馬祖 恭喜馬祖 謝謝部長 他繼續放沒關係 部長剛才那個 原委員有提到UBO的事情 我認為 我們要依法行政 合法就是合法 非法我們就是要打擊非法 所以你昨天的動作 前天的動作都非常的好 那現在就是說 財政部很想祭出罰納稅1.35億嘛 我今天早上看電視 能不能落實我就不知道了 我覺得我們小老百姓你看 納稅優人 就是說罰單沒繳 還就限制出境耶 你知道嗎 罰單沒繳限制出境喔 那這些納稅優人大咖咧 如果這個錢沒繳的話 也可以限制他 所以遠東以前 欠了我們不知道多少錢 我不曉得那個錢都 都到公庫了沒有 我是不知道 那為什麼可以容忍他 我就不知道 所以很多事情讓民眾啊 就會去質疑一些事情 我拜託部長 在執行公權力的部分 你就大膽的去做 大膽去做 我想我們全體 全體委員一定 製作你的後盾 謝謝 Uber這個事情 政府不是沒有給他機會 不是沒有給他時間 然後交通部也寄出政策 是不是 多元的一個方案給他們 如果你都還不去做 像公權力來挑戰 在電視上這樣還登出來 這個機車送餐什麼的等等 這還得了啊 我們還是個法治的國家嗎 是不是 那就只要我高興有什麼不可以嗎 你管他美國英國法國 是不是 這個不需要 另外早上講到這個 因為提到這個 這些將領跑去 當然是不應該啦 講到唱國歌的什麼 其實我們到美國去 到英國去到法國去 人家唱他們國歌 你坐在底下可以嗎 我覺得很多事情不要去犯政治化 所以我剛才當主席啊 我有 有稍微加了一點 當然這些將領是不是能夠去參加 我們敵方 現在還是敵喔 我們敵方的國家的這樣的一個慶典 那當然 這個方面是可以討論的 是 但是你到了地主國 人家唱國歌 我想藍綠雙方也都一樣 你總是要起立嘛 是不是 對地主表示一個尊敬的意思嗎 所以 這個 這個是 題外話啦 我昨天大概 跟幾個旅行業者 因為今天叫做 觀光要質詢喔 他們也跟我見面 最近大概很多的 銀行啊 聽說 比如說 南部哪裡旅行 旅行業者啦 或是相關的業者或是遊覽車啊 很像倒閉了 在幹什麼呢 那只是聽說也沒看到財報啊 銀行開始抽銀根 抽銀根 我拜託部長 有機會到院裡面去啊 不管經管會也好 財政部也好 我們站在一個 旅行業者主管官署的一個角度 我拜託 部長啊 要提出來 你在 中國目前 因為 因為九月公司的事情 當然人數 觀光人數減少的同時啊 這些業者已經面臨困境了 你今天再給他去抽銀根 不是叫他去死嗎 是不是 我們這時候應該如何去紓困 我們政府有祭出新南向政策 我們怎麼樣去把公安業者 把他扶植起來 不是他已經雪上加霜了 你一腳給他踢的 從懸崖上面給他踢下去 叫他去死 沒道理的 我認為政府在這個方面 如果能夠 妥善妥適的去處理啊 我講會獲得一個掌聲啊 所以拜託 拜託 拜託部長啊 有機會 你到院裡面啊 跟 院長啊 或是跟 因為這個跨部會的嘛 是 去跟他們提一下 是的 當然最近 我們光光 剛才早上也有委員 把一些 下面說 哎呀我們光光啊 這個以前做的不好啊 自欺欺人啊 欺騙國人啊 有一些數據的報導啊 也不見得是真的 是不是 像我們馬祖你看看 我們就兩個影片 拿去都得到金獎啊 表示 小小一個地方 都能夠有 創作的能力 都能夠有爆發力 我想我們台灣那麼美的地方啊 在各個地方 尤其 州局長啊 新上任 我也看到 他也充滿了活力 因為 我是招委的關係 他常常也到辦公室跟我請益 我們也商談很久了 我希望 我們大家在這樣的困境 能夠 大家共同來努力 是 創造一個好的公共環境 我們一起 大家一起努力把它做起來 是是是 好吧那謝謝部長跟 跟局長 好嗎大家辛苦了 謝謝謝謝謝謝 感謝您提醒 我們接著請邱志偉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有請賀成部長跟局長 周局長 邱志偉委員好 這個部長 我想南向政策啊 涵蓋各個層面 經貿投資 觀光的促進 那當然從地緣上來看 希望說更多的客源是來自於東南亞 因為他的旅行的成本比較低嘛 是 那我們相對也有競爭優勢 所以在18個國家 南向政策18個國家 人口最多就是印度 所以印度的市場很重要 我也希望說這個要提振觀光 一方面你要做好行銷 國際宣傳之外 誘因也是很重要 誘因包括你這個簽證旅行便利的簡化 所以我是覺得今天特別強調這個印度市場 印度當然它貧富差距非常大 但是它高所得的人數也不少 所以這部分有沒有數據說 印年啊 過去一年 印度來台觀光的人口多少 屢次啊 有沒有這個 你應該有這樣的資訊 我請他們查一下 有大概確實是不多 我們的整個量它是一個潛力市場 雙印啊是我們一個非常重要 印度跟印尼 現在這個跟台印之間的航班 那只有滑航飛 對對對 航班 航班是一個 從新德里然後再轉飛羅馬 那現在又重新恢復了 那我希望說可以跟印度啊 談一些這個旅行上面的協議 觀光上面的協議 最起碼你航空上面要增加航班嘛 不只在新德里 孟買 加爾各達 他們人口大成 我是覺得這部分 應該觀光局要拿出策略 拿出做法 德里是個重要的據點 德里 除了德里之外 還有人口大成啊 我剛剛說的孟買啊 加爾各達 這個我想請教的部長 是非常大的市場 一個國家 它是超過其他17國的總和啊 對 確實這些事情 確實在交通部來講 應該是觀光局和民航局 共同來努力 那也把我們的相關的可能一些商務啊 藉這個機會也能夠來拓展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說你在國際的宣傳 在怎麼在印度的這個媒體 有這個台灣觀光資源的介紹 或者宣傳的廣告 這部分也要請這個諸外單位 請這個外交部也來協助嘛 是是是 所以我覺得你近期之內 就要拿出具體的做法 最起碼你把這個目標值 你要把它這個Double 這個來印度來台中 旅客要成倍數成長 是是是 這個我們也在包括東南亞這邊 拓展印尼這個部分 也是想辦法把它那邊的 我們外這個外管的這個人量 能力跟這個人數把它增加 印尼長期以來都有互動嘛 航賣過多 然後這個東南亞當然是 都印尼非常重要 我說印尼之外的印度雙印 你們對印度是相對忽略了 是的 那另外對南部觀光的這個投入 需要政策的引導 比如說你在小港機場利用率 還是比較偏低 比起松山比起桃園 這種情況之下 你就會用一些差別費率 比如說如果它提供誘因 差別費率如果在小港機場起降費 它的起降成本比較低 這種情況你就導引 好也許有差別費率 可以再降 好的好的 這個我不再拜託這個部長 再跟民航局 再跟這個觀光局去檢討 我們是委員指教的 對我們已經朝這個方向走 但是確實我們在一段時間 再評估再進一步 增加這個優因 我們朝這個優因 另外優因你要下猛藥 有些國家提到要用觀光券 你如果入境 是純旅遊不是商務 純觀光旅遊 一定程度一定金額的觀光券 其他國家有這種做法 這部分觀光局跟這個交通部 有沒有做相關的考慮 這個觀光局應該在研議請您 他跟您說 我們希望能夠有一個 類似觀光護照 Coupon的方式 來增加一些優因 尤其是自由行的部分 可以 對如果現金 比如說你可以折抵這個消費 對 或者拿這個所謂的這個消費券 去這個商家或者旅館這些 打折而言這種方式 對 所以這部分什麼時候會出來 我們也是希望能夠整個配套來一起 我們目前還在跟那個高雄市 也在研議中 所以這部分也很重要 另外這個你看觀光局一年 一算才53億了 大概買兩架三機而已 所以算是 我覺得還是不夠 我是希望說 部長跟局長能夠大力跟林權部長去爭取 雖然說 國家的財政啊 相對困難 但是我覺得觀光是可以新國 觀光是可以強國 觀光是最好的國際宣傳 是的 所以這部分預算 我是覺得還是不夠 我們來加油 讓它盡量善用 然後資源的分布也能夠更均衡一點 讓國內的產業 讓國內的觀光產業相關產業 能夠得到政府的協助 是是是 好 一個時間關係 謝謝您 謝謝您 謝謝 謝謝邱市委委員 跟各位報告 因為 等一下 還繼續審查預算 還有處理提案 所以現在有空的朋友們 你們可以用餐 好不好 有空的方便用餐 就趕快用餐 不要客氣 接著請蕭美 請委員發言 謝謝周委 請部長 好請部長 謝謝 跟局長 謝謝 還有周局長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整個台灣的觀光產業 面臨一個很大的轉型的挑戰跟契機 當然現在我們是大家絞盡腦汁 希望用各種的方式 吸引更優質的觀光客來到台灣 不管是來自哪裡 包括中國大陸 但是現在許多比較優質的觀光客 要來到東部旅遊 還是面臨到交通的困境 那我想要這個也講了幾次啦 就是說我們現在火車 我們在班次可以調度的一個前提之下 事實上還有一些閒置在輪修的這些火車 那這些也包含一部分的傾斜式列車 或者是其他的自強號 那我們是不是能夠考慮 用這些目前閒置或者是輪修的列車 不需要一天輪那麼多班 我們總共有二十多列的傾斜式列車 那現在有三分之一都處於一個閒置的狀態 尤其是週間 週末是第一點 但是週間處於閒置狀態 是不是能夠考量 來鼓勵各種的 不管是國內的團體旅遊也好 或者是外國的遊客 能夠利用這樣的一個閒置的車 來坐觀光列車 來坐觀光專車 由這個包車的模式 那附帶一些條件 也就是要包含住宿的條件 因為我們發現現在有一些 例如說新興的觀光團 像韓國團 我們當然也很歡迎他們 但是他們到花蓮來的模式 就是早上來下午走 那連過夜都沒有 那只是到太魯閣一遊 那地方上也沒花什麼錢 除了吃午餐以外 它其實對地方反而是交通的負擔 今天如果來有留下來有住宿 有觀光夜市有其他的消費 我們覺得那是一個更好的模式 所以如果說未來的一些國外也好 或者是國內國旅的這些團體旅遊 要來到東部 如果說可以增加一些誘因 像這個專車 這個觀光專車 但是附帶一些一定要車加酒 包含旅館或者是合法民宿的這些住宿的 這些整個包裝的行程 用這樣的模式來行銷我們的觀光列車 讓更多想要來東部旅遊的都有機會 而且是可以買得到車票的一個模式 我才上個禮拜才碰到有這個外縣市的同鄉會要組團到花蓮來旅遊 但是因為買不到車票就放棄了這個機會 所以我不希望有這麼多的遺憾不斷的在發生 我們希望地方的觀光產業能夠振興 想要來旅遊的都能夠來 所以是不是能夠考量來專案規劃這樣子的一個 國旅團體以及外國的這些旅遊團的觀光的專車 而且裡面是附帶一定要有過夜住宿的這樣的一個前提 來產生一個可以讓它更便利購票的誘因呢 我想委員提出來前面屬於怎麼樣讓這個現在閒置的列車 不要一直放在那邊不動 上個禮拜大概陸局長也有跟您承諾 現在會在週間的時間也都會去加開 至於說怎麼樣使得這樣的一個加開列車 它能夠多元性的甚至於所謂車加酒呢 我們是不是讓觀光局來跟您做說明 好 局長 謝謝委員的指教了 當然我們會把這樣的一個產品做一個平台 那確實也是要一個專案 因為觀光局基本上它是比較沒有像在台鐵一樣有一個參旅總所 它可以直接來相關的行程的包裝 那我們就需要來扮演這個角色跟地方旅行社 來做一些配套的一些處理 那當然我們也會透過跟陸局兩局之間的這個平台 也把這個當作一個提案 那我們希望能夠透過這樣一個橫向的聯繫 我們來試辦看看是不是有這樣一個專案的方式來做處理 好 謝謝 那我很高興你們有這樣的一個回應 那也希望我們交通部能夠盡快的促成我們觀光局跟鐵路局 共同的來推動這樣的一個觀光旅遊的平台專案 那改善現有的交通的運輸機制 那除此之外 當然能夠將外地的遊客直接帶到東部來 包機是一個很重要的政策 那目前政府也提出了多項的包機優惠專案 那我們也很高興香港快捷 航空公司即將要到花蓮來有12班次的這個 花蓮香港的直航的包機 那我相信交通部在這過程當中 給予各項的補貼跟促成 也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是這還是不夠的 那我聽說這幾個班次幾乎是斑斑客滿線 是確實市場有這樣的一個需求 那我希望我們交通部能夠結合觀光局以及民航局 再進一步的促成更多的這個對外的直飛的這些包機 那以過去沖繩或沖繩的一個模式 本來從一個比較日本地處這個邊緣的一個比較偏僻的一個小島 那能夠轉型成現在最熱門最受歡迎的一個觀光重地 事實上它的連外交通或者是一開始用補貼式的促成各種的包機把人帶去 那帶動地方的觀光產業其實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我們更希望以後這些包機能夠變成常態經營的航班 但是我們必須先把市場做出來 那我也相信只要外國遊客來到地方 他們一定會有他們的驚奇 那也願意回去再做二手三手的再去宣傳 讓更多的其他地區的遊客能夠直接來 所以在包機 推動包機上面 你們是不是在既有的基礎之上 還有其他的一些策略 能夠讓我們東部地區的交通更為順暢呢 我想委員的指教 我們除了是盡量擴大辦理以外呢 也會跟觀光局這邊合作 在開始的時候邀請的這一些來的人 這些對象可能非常重要 如果來的人他在當地就有他自己的一些傳播通路 或者是他自己也有一些包括旅遊方面的一些同業的話 我想我們可能會使得他們再回去這個擴大效果會加強 第二就是我們自己的在地的配合 那麼既然邀請來了 那麼除了是有特別的這個遊覽車以外呢 可能我們也希望讓他們接觸一些我們比較具有故事性的一些文史工作人員呢 這樣的話雙方的宣傳都能夠力道加大 這樣的話可能這個更能夠持續 也使得這個幫我們做更好的宣傳 這些部分我們一起來努力 謝謝我想就宣傳歷史文化的部分 我相信這是一個長期能夠比較吸引人跟感動人的地方 為什麼今天很多香港新加坡的遊客很喜歡到花東來 因為他們覺得到台灣來其實可以找得到他們在這些都會 以及已經過度的商業化 過度的國際化 只剩下連鎖店 已經沒有傳統的這些獨一無二的特色的歷史跟文化的這些 城市國家來講 他們來到花蓮他們找到他們已經失去的東西 那所以這個是相當有價值的 這些文史怎麼再進一步去包裝 那本席也曾經建議我們觀光局也來做相關的廣告的 以歷史文化為主題來吸引這些外籍的遊客 那像最近《彎生回家》在東京上映 聽說票房是不錯 也是不斷的在客滿 那大家既然有這樣的一些契機 怎麼再去進一步行銷 把這種過去歷史的對也好錯也好 總之是有歷史的文化跟情感存在 來轉化成我們現在發展觀光心的機會 是 我相信像《彎生》這個現在正在住在過去規劃移民村的這些村民 如果能夠跟當初的一些人再有一個對談的話 我想這個是非常溫馨的 而且會變成有一種更具有交流的感覺 我覺得這都是可以延續剛剛所談到的故事性 那我們現在希望吸引的不是只有灣生他們本人 而是廣大的日本民眾跟日本的遊客 所以我們對於相關的這些觀光景點的整修 包括外語的導覽成為非常重要的項目 那其實很多的景點因為年久失修或者是還有一些歷史建物 那麼很可惜它是有非常多的非常大的潛力 那這些可能還要進一步的 由我們的觀光單位跟文化部 或者是其他所屬的這些歷史建物的所屬的這些機關 來做進一步的配合 將我們值得做文化歷史的這些觀光旅遊的特殊的景點 做更好的推銷跟規劃 是的 這些在地化的不管是資源或是行銷 都是我們今後的重點 那麼在外籍人士來台灣旅遊人數增加以後 不只是日本、韓國還有東南亞 那我們的外語導覽人員現在有導遊制度的考試 但是我們知道其實要請這些外配 他可能語言很會講 但是要他去考這些國家考試 考上的機率是很困難的 你連叫我去考我也未必考得上 所以這個考試制度跟實質在業界所需求的這個人力 可能會有一些落差 當然這考試制度主管是在考試院 可是是不是我們交通部也能夠引領另外一些類別的 例如說東南亞的導遊助理這樣的一些類別 那他的考試不會像導遊國家考試這麼的困難 但是讓他可以投入這個觀光的一個就業的市場裡面來協助 因為畢竟像我們很多台灣的旅遊團到美國去 也是有在地的台灣人在帶團 或到日本去也是有在地的台灣人來帶團 其實如果有越南團到台灣來 有在地的越南籍的外配 他很熟悉熟門熟路來帶團 其實對觀光客的服務也可以更周到也能夠更好 但是我們現有的這個人力架構裡面卻沒有這個類別 所以我希望我們趕快利用這個轉型的契機來 來眼影相關的做法規上的一些調整 讓這個領域的外語的導覽的人力能夠 盡速的來投入我們現在的整個觀光市場 而我也相信他們並不是取代現有的這些有執照 有證照的這些導遊人員 而是創造更進一步更新的一些多元的 過去沒有的新的商機 是的 這方面的放寬跟落實 我想請觀光局簡單說明一下 我們確實也按照委員的意思 其實我們大家都已經有共識了 我們做兩件事 第一個我們是希望三年內 能夠把整個制度能夠做改變 那第二件事就是我們在短期之內 其實除了培訓這個人員之外 其實這種所謂的導遊助理這種專班 我們也是已經增加了120個人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同時在做 好 那希望再增加這些專班 除了考量到台灣的多國語言的人才 包含我們東南亞的外配之外 包括一些外籍的留學生 他們有一些特殊語言會匈牙利文啦 會捷克文的 未必能夠被台灣人所取代的這些特殊語言專長 也能夠納入我們整個觀光客園多元化的整體的計畫當中 是的 是的 現在就朝這個方向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蕭美琴委員 接續請高精數美委員發言 你們吃飯了 不要客氣啊 我都快吃完了 你們還沒吃 謝謝 謝謝蕭美 不好意思 部長 請假 我可不可以再幾分鐘好嗎 謝謝 我也還沒用餐 很抱歉 對對對 辛苦了 他不是用餐 他要去 對 我知道 部長 因為我很難得在這邊碰到您 您上來了之後 我們也是第一次對話 可以嗎 謝謝 留五分鐘好嗎 謝謝 不好意思 好 部長 你來到這個位置上 我們是第一次在這裡對話 您知道觀光局的國家風景區 有幾個是位於原住民地區 不知道沒關係 因為這個事情太小了 不客氣 那您知不知道 這個原住民的部落觀光文化產業 在我們行政院裡面 有一個原住民旅遊的跨部會平台 您知道這個嗎 也不知道 對不起 好 謝謝 那我剛剛從文化部過來 部長說行政院裡面有一個 對於文化產業還有觀光的一個 對話的平台 我不知道您參加這個平台了沒有 是指爭官推嗎 好像都不是 好 沒關係 既然您不知道我知道 部長您這個國師如麻 您要負責的全台灣的交通部分是非常多的 所以您認了一個您的觀光局局長對嗎 好 那他應該要懂這些事情對不對 部長 他要加油 好 那我來問一下我們的局長 周局長請問一下 你第二任觀光局局長多久了 將近兩個月 好 兩個月 那您對於原住民地區的問題了解多少 原住民確實是我們觀光推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很重要對不對 我也請部長聽一下 為什麼重要 好 我還是一樣問你 觀光局的國家風景區在原住民地區有幾個 有六處 七個吧 我們有六個 確定是六個 東海岸 花東縱谷 三三 月月潭 阿里山 西拉雅 還有西拉雅 還有帽林 所以是七個指證你一下 然後再問你一下 國家風景區的原住民族部落的競爭優勢是什麼 部長也請您聽一下 您任的局長 我請他回答一下 原住民部落的競爭優勢是什麼 一個就是我們講 越在地越國際 他們是最在地化的 所以第二個是這個原住民的一個 不管是生活也好 不管他的在所處的位置也好 他是一個最具有環保意識的一個特色的部落 還有呢 第三個就是說 他們非常多的風俗習慣 跟一般漢人是不大一樣 好 這是我們競爭優勢吧 對 講清楚一點 我再幫你補幾個 一國民旅遊 二深度旅遊 三自由行 四高階的團 這是適合原住民 部長同意 因為你剛剛講的太閃了 我就比較直接一點 好 局長 原住民部落觀光跟文化產業要怎麼樣發展 我們觀光不能夠只走觀光嗎 部長對不對 原住民地區有歷史的 有深度的文化 有它不同的族群的美麗 請問一下又怎麼發展 有幾個特色 因為要 今天可能時間不夠了 部長 很顯然你的局長還沒有準備好對原住民的部落 這樣好 我在這邊來提供您 因為我知道你是搞鐵路的 搞鐵路的只有單項 觀光原住民的文化產業不是這麼樣單項的 我來告訴您好了 原住民的旅遊有一個跨部會的平台 這個平台是每半年要召開一次 而且是讓我們局長親自主持了 局長你知道這個會議吧 我知道 他的名稱叫什麼 應該就是 原住民族地區觀光推動會 然後 對 對嗎 這是本席 是是是 把這個平台建立起來的 所以陸客進來的時候呢 才會有大概將近半年 每個原住民的部落裡面 才會有一個月留下大概 三十幾萬的這些這些這些錢進來 好 這個會議裡面呢 有誰呢 有文化部 有勞動部 有圓民會 有林務局 這個是規定每半年要召開一次喔 部長請您注意一下 局長也請您要落實 那每半年那麼有必要的時候 他可以隨時召開 所以當我們行政院說要用國民旅遊 來救陸客缺口的方案的時候呢 我不知道局長你有沒有因此來召開 原住民地區觀光的推動會 局長有沒有 來解決原住民部落的困境 沒有嘛 部長你看 你的局長 不過我們之前有開一個會 就是為了我們今年度的這個原住民的部落 歡迎來做部落客 這個部分的成果發表有特別開了一個會 你成果發表是之前的啦 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對於陸客的缺口 你們觀光局有沒有針對原住民的部落來專門來開這個會議 很顯然是沒有嘛對吧 所以部長請您注意一下 您知道國旅還指定喔 用團客來救觀光找不到裁員 然後你們把腦筋動到國民旅遊卡的額度上面 部長跟局長你知道這是非常愚蠢的做法 你知道嗎 國民旅遊特色是什麼 家庭旅遊 散客 深度旅遊 其實這個需求是原住民部落最適合的 對嗎 部長同意齁 那結果我們的政府救觀光呢 完全搞錯了方向 所以呢在106年度 觀光局的預算上面 我們是看不出來 你要怎麼樣帶領 我們觀光局的同仁來去突破這個困境 所以 部長跟局長 我在這邊 要提醒也建議你們齁 觀光局 絕對不是跟鐵路局一樣 單面的 觀光它要面對的是什麼呢 有地方政府 還要面對的是旅遊業者 還要面對的是遊客 然後還要面對的是不同族群的文化跟生態環境 所以呢要帶動觀光 需要的是多鬼並進啊 不像台鐵只需要把原來的這個鐵路管理叫好就很好 這是有很大的差別的 所以我認為觀光局你是要帶頭來開發資源 不是把腦筋動到我們所謂的國民旅遊卡這種挖東牆啊 補西牆啊這樣子愚蠢的手法 部長你同意嗎 好 如果您同意的話 我希望您也把心花在原住民的部落的觀光文化 我剛剛才從文化部上來 文化部一個月之內要提供一本原住民的文化創意 原住民的文化旅遊 我們的特色在哪裡 這一本要出來 未來這一本出來的時候 我也希望提供給我們的觀光局 作為原住民地區旅遊的未來觀光的方向 部長你同意吧 完全同意我們一起配合 謝謝 所以部長麻煩一下 也建議你們的局長 管理觀光不是鐵路喔 了解了解 還有這個平台每半年要開一次 所以很顯然到現在兩個月 你都還沒有開過原住民地區的觀光如何解決 本席要求您 在一個月內開這個會議 可不可以 然後告訴本席原住民的旅遊 該怎麼做 可以嗎 部長 沒問題 好 謝謝 好 謝謝高金素媒委員 高金委員 州局長表現不錯啦 剛剛上 州局長啊 可是他沒有對原住民部落有概念啊 希望他一個月內能夠趕快改上進步好不好 州局長 你敢去挑個3D5什麼你會不會挑 報告主席請你改一下 不叫3D5 原住民舞啊 不是 我們每一個原住民的族群有不同的舞蹈 不農族就沒有舞蹈 下次我好好來給你上課 這樣喔 這禮拜就要參加我們的州組 好不好 我們不是只有跳舞 不農族沒有跳舞啊 沒有跳舞 他是八部合音 我下晚來給你們上課好了 好 謝謝 找個時間好不好 我帶瓶咖良酒陪你啊 好 我請我的小米酒來請 OK 謝謝 請局長加油一下好不好 一個月內 謝謝 我們接著請孔文綺委員發言 孔文綺 孔文綺不在 請高路移用委員發言 謝謝 感謝主席喔 有請部長 好 請次長 喔 次長 欸 部長不見 部長不是不見的 他有要工 就請假了 謝謝 好 請我們次長 那今天既然是處理這個觀光局的這個相關的巡訪 好 那請局長也一起 好 觀光局 周局長 我也好 好 局長你好 有關於這個觀光局裡面的預算喔 其實跟原住民比較相關的喔 很多的部分都是在國家風景區喔 這裡喔 將近有32億的預算 好 有32億預算 那剛剛高經委員有提到 有7個是在於原住民族地區 那這裡面的預算呢 這個編列超過13億 好 那我想請問一下喔 這裡頭 雖然有提到原住民的部分 但是非常的模糊 可不可以講一下 請問這裡使用到原住民的部分是什麼 因為有幾個 對 跟委員報告 因為有幾個管理處啊 它的俠管其實就是跟原住民地區是重疊的 因此我們在這邊的建設都屬於在這個 就是說其實你們一般的建設 然後只要在原住民地區就是編成 屬於原住民的這種預算是不是 因為它是屬地的算法 對 屬地的算法 那就不等於是原住民的這個預算 但是有很多 好 我這裡來檢視一下喔 那請問一下 你們在花蓮地區 所做出來的這相關的硬體的建設是有哪些 我們目前在花蓮的話 是有兩個一個花東重骨管理處 對 沒錯 一個是那個 沒錯 我要問的 在花蓮地區你講不出來 那我就不能講說 假設在花蓮中區我所居住的地方 太巴拉馬泰灣部落 裡面你們所做出來的也不知道嗎 這個比較細節的部分 我們有兩個處長都在這邊 比較細節的部分 好 處長你解釋一下 你們在花蓮中區 所投資的這樣的一個經費預算 所得到的效益有哪些 我們除了這個硬體外 我們還有很多的軟體的這個輔導 對 包括部落的輔導 簡單回答就好了 多少創造多少人次多少效益 我們去年光是這個原住民族部落的輔導 我們大概有創造了 21個這個固定的一個固定的機會 固定的機會是什麼 是過去唱歌跳舞嗎 不是 是我們輔導的 它裡面的這個服務 就是就業的機會 能夠固定21個 對 你可以講清楚到底創造多少 那這個 好 這裡簡單來說 請問一下來到我們中區的這個人次 觀光人次你們所統計的超過50萬人嗎 一年 超過100萬人嗎 我們依據這個原住民族它所營業的 有超過 有超過 包括馬太安師弟 超過 那請問一下 那你們這個觀光人次跟台塘這裡面去吃冰的人次 到底有沒有重疊 不曉得 基本上 那表示是分成兩種 對不對 有人到台塘去吃冰 有人是按照你們的計畫 那請問一下 你們身為觀光局 你們對於這裡面 會到花蓮中區 有哪些人多少人次 這樣的資源整合怎麼沒有做出來 據說來到花蓮糖廠 等50萬人次後 對 50萬人次後 他們所留下來 只有留下30分鐘 可是你們都不知道 好 再來我要提到一件事情 你們對於 我們花蓮地區原住民的這樣的一個 投資補助 但是呢 卻造成非常多 非常多原住民跟觀光局的衝突 東莞處的人也知道 中莞處的人也應該也很清楚 有很多的衝突 那請問一下你們到現在檢討改善了嗎 委員可不可以用個案的方式 因為通案的部分的話 我們都會盡量來這個溝通協調吧 這個衝突很多啊 你都一定要用個案 可是你才上任這個部分 才幾個月我要怎麼跟你講個案 我簡單來說 在你們的觀光局的活動當中 很多都是用原住民 邀請原住民舞團在那邊唱歌跳舞 這個部分我想不管是風景區的 東莞處的或者是中莞處的都很清楚 大部分都是拿原住民的這樣一個歌舞舞蹈拿出來宣傳 可是真正回來的效益有多少 你們也沒有去統計 我們是希望說硬體的部分是一個無障礙的設施 然後增加一些能夠生態旅遊 然後能夠了解我們原住民的部落的特質 但是我們來到地方創造的效益 你們也沒有統計出來啊 我們有算兩個部分啦 當然我們在統計上會 然後再來就是你們對於在地 本來可以一起合作整合的這樣的資源 也沒有去思考到啊 是這都一直在努力的地方 那希望你們這邊能夠改善喔 有改善的空間 再來就是 有關於就是 這個 文創新北文創夜市這個事情之前很多人在罵喔 這都是地方政府辦理的啦 地方政府辦理喔 那你們 夜市應該也是 我們也來深入了解一下 請問一下 觀光夜市跟文創夜市的差別在哪裡 不曉得嗎 還有在這裡頭 人流車流有沒有詳細的評估 因為現在院生載道啊 我在開車過去也差點撞到啊 是是是 這個部分我們會深入了解 譬如說有很多夜市啊 他就加一個觀光兩個字啊 在很多地方都有 桃園也是有 那加了文創也是嗎 對對對 那我們不希望說在名詞上做文章 而是應該在實質上做 真正讓大家能夠體驗到 這不是不實廣告嗎 你這邊打著觀光卻沒有觀光 打著文創卻沒有文創 好那既然是政府機關就要好好注意啊 是 好謝謝 謝謝 好謝謝高路醫院委員 接下來請徐珍衛委員 主席好 麻煩我們州局長 請州局長 首先啊 我要代替華東兩線 來謝謝我們的觀光局交通部 這個 對於我們這個 我們的縱管處還有東管處 在辦活動的時候結合 無論是這個地方鄉鎮公所或是地方縣政府 都有做一個整合 所以讓整個這個觀光產業的這個外溢效益的部分 能夠增加 好這個真的是謝謝 應該的 謝謝 謝謝委員 另外有關於我們這個105到108 有一個我們這個縱管處的部分 我們洪處長那邊有一個關於我們瑞穗的改善 以及鳳林慢活城市的改善的部分 這個 因為從年初到現在開了很多次會 那我們也真的很了解 是希望能跟地方趕快來整個做整合 所以這個部分可不可以把我們腳步再快一點好嗎 因為其實瑞穗和鳳林的鄉親都在期待 我們每次的座談每次的協調其實開了很多了 好不好 好 那有關於 我也親自來開個會 我也了解 是是 因為確實鳳林跟瑞穗有不同的特色 是是 然後有關於我們東莞的部分 因為真的謝謝交通部 我們這一次的這個封冰箱的山海巨場 在花東條例現在已經通過了 這個是2億多的預算 真的謝謝 所以我們在這個整個文化盤整 以及旅遊景點的盤整的部分 其實在東莞處的APP上面 其實都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我們當然事前的規劃 以及事後要做的部分 以及我們要從台東進入花蓮的入口意向的部分 我們兩處都協助了 但是希望在設計現在趕快來實作 好不好 好 那另外就是本席有一個建議就是 因為局長您到觀光局也還沒有很久 但是有一個新的概念我們可能可以想一下 因為其實剛才在我們這個文化部有做一個文資的總盤點的部分 那它也文創 但是其實我們跟我們的油氣整個 還有農業處 我們的這個農委會 經濟部其實都可以整合起來 因為有很多的文創原民以及我們的這個農業休閒的部分 都可以把它做整合起來 尤其是我們水保局其實做了很多示範農村 以及這個很多的這個小景點 那因為我們現在在推這個小旅行的部分 或者是農業旅行的部分 自由行的部分 其實都需要大家一起來把它整合起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因為520之後就是一個分水嶺 所以在這裡我們真的要探討一下 未來對於花東兩線的部分要怎麼來處理 好 那我們針對幾個點來問好了 第一個就是我們需要去做一個總盤點 我這邊寫了一些項目 就文創 銀法 休閒 農村 部落 還有一個重點 一個新的概念就是 我們的這個運動觀光產業 因為我們在秀古蘭西 我們有辦鐵人三項 這個是東莞處辦的 非常的成功 尤其是國外有人也來 國際有人也來 以及我們泰管處和縣政府在辦 我們泰魯閣漫跑也上萬人來 所以我們在觀光 對 是的 我們那個運動觀光的產業的部分 其實都可以接進來 是不是我們整個交通部 觀光局 還有其他的我們農委會經濟部 到花蓮來我們一起來做一個盤點好不好 然後如何把它串聯起來 我們目前就在做盤點的工作 是 那因為以前有辦一個鐵馬的911 我不曉得您知道嗎 就是從台9線騎 然後玉長公路再從台11線騎過來 那就是一種一個概念 就是走花 花東縱湖 然後再沿著太平洋走 這是非常熱門的產業 所以給觀光局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怎麼樣盤點怎樣做 另外就是我們有關於我們的這個包機補助的部分 因為從今年的12月 12月開始我們跟香港有這個有包機 但是明年開始香港跟花蓮有四班 一個禮拜有四班 所以在包機的部分 以及我們機場的這個費用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協助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部分也跟委員報告 我們駐香港辦事處 確實著力也蠻多的 它能夠促成 那我們現在是包機的話是有補助 但是如果是班機的話是沒辦法補助 對 現在包機的部分 一輛飛機好像是12萬還是16萬 然後至於有些航班 這個可能要民航局一起來幫忙 好 那就麻煩請全力來協助好嗎 因為我們現在因為慶修院 就是上一次本席 慶修院很有特色 是的 非常有特色 它也今年進入百年了 今年是一百週年 所以我們整個量能都夠了 所以在上一次的委員會本席 也有質詢包機的部分 要請加以協助好嗎 好 還有另外就是語言 語言的部分 其實我們現在的導遊 以我們國外語言的部分 印尼語 泰語 粵語 其實加起來有導遊證的92個人而已 但是是不是我們對於花東地區 對於他們如何去訓練 然後這個導遊的資格以及考試的時候 我們都只辦在北中南 但是在東部是沒有辦的 所以是不是可以在花東兩線來辦 我們導遊的課程的講習 以及訓練還有考試可以嗎 可以 也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北中南其實已經培訓了120了 所以不是過去92 好 那我們東部我們來加辦 東部的部分還有一個就是拜託加強一下 我們觀光局的APP好嗎 那個APP的部分 因為我們非常非常的 這個系統非常的大 但是呢 到我們點到這個花蓮線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更新的部分 你們沒有授權 觀光局沒有授權給地方政府 讓地方政府沒有辦法去即時更新 而且把新的景點 新的訊息把它加進去 這個部分是不是我們觀光局很方便 就開個授權給地方政府的觀光流處 它就可以直接做了 好 整合起來可以嗎 我們也希望地方也授權我們 我們也授權地方 我想這樣子一個旅遊應該不分中央地方 好 還有另外一個我們看看 這個是我們這個日本的業界提供給我們 因為這個語言克服 要克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是現在在我們日本旅遊 為什麼這麼暢通無阻 因為他們每一輛計程車還有每一個工具 那個我們中八的時候 他們都有一個這個 我們有一個面板 直接三方直接來通訊 直接通訊 而且是視訊 讓我們的這個駕駛 沒有語言上的困難 溝通上的困難 所以這個其實本席覺得它是不難的 而且我們觀光局 其實自己有一個24小時的這個接聽電話 不曉得您知道嗎 有有有 如果有這個服務 其實我們直接一樣 只是加一個視訊而已啊 系統如何連結起來 我們有注意到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軟體在開發 包括每家也有這種系統 我們研究一下 再一分鐘 所以呢 真的還是要拜託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觀光局 給予經費上的協助 還有我們如何去把珍珠把它串起來 因為花蓮的景點太多 相信局長您也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您在鐵路局也當過局長 所以如何運動鐵路小旅行 跟我們所有的這個地方的能量 把它整合起來 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也是我們觀光局最大最大一個責任和任務 語言交通行好不好 謝謝您謝謝 謝謝委員 我們繼續請 蔡宜委員發言 我們 部長不在?次長在嗎? 好請王次長 王次長 蔡宜好 市長 那個 禮拜二的時候 部長有 有這個 微服出巡來我們布袋 是我知道 到布袋港看 都不跟我們講一下 他先去看一看 像委員所建議的這些什麼 布袋港的群魚啊 還有另外的橋 他都去看了一下 對 那 我想要 如果你們有到我們現場 你可以知道說 有在我們布袋的一個海埔新生地 你們有進去嘛 從布新橋進去 基本上布新橋已經在下線了 那 在那邊 如果布新橋 唯一的橋 他在下線的一個狀況持續中 也許在十年後 這個橋會出狀況 也許這個橋需要整修 這一個 海埔新生地裡面 差不多有 三千人的一個人口 會變成孤島效應 了解 市長你 當天去你有發現嗎 我沒有去 但是我知道 唯一的橋橋就是布新橋 就是布新橋 所以我們上次也 希望有一些 先做一些規劃的 對 但是我從你們 一直告訴我的 你們告訴我 你們的規劃 就是你們希望 用更多的大眾運輸 來 疏散這個布新橋的壓力 對對對 但是很明顯的 他現在除了說 他有交通六日 禮拜六禮拜天 這個交通高流量的時候 要疏導的問題之外 第二就是站在 地方安全性的一個考量 我們不能讓他 只有單一個出入口 一定他又再有另外一個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 因為既然說 我們交通部也願意編列了 這個設計規劃費 由我們這個港務局 港務局來支出了這個設計規劃費 對 航港局 航港局 那既然已經願意設計規劃 我希望說 我們交通部這邊 能不能具體的承諾我們 這個第二個布袋 要連到這個海浦新生地的橋 我們可以編列這一筆預算 我跟蔡委員報告 就是說 我們的經費的支出 有一定的程序 那現在我們航港局 現在針對這個 不然第二個橋樑 就是這個 復興橋的另外一個替代的部分 現在在做 是不是等他們做完 這個可行性以後 然後我們再 在這個行政程序上 再往這邊走 那的確跟蔡委員包括 公務運輸的提升 也是那個地方很重要 但是剛剛有談到 用替代性這個觀點 所以上次 蔡委員提了以後 我們特別說 請航港局趕快做一個 這個可行性的研究這樣好不好 對 因為 替代性不可能海運嘛 對對對 還是得 還是得 那 步興橋已經在下線了 我希望要正視這個問題喔 對 步興橋過去是可以有那個 漁法 漁船過去的 現在漁船還沒過了 現在都要告白了 了解 不要是他的下線 我們那邊有地層下線的狀況 那如果既然這樣的話 確實要解決安全的問題 所以我們我們就看他研究出來的結果 然後就往這方面先來走這樣 好 那 第二個我要強調就是說 我們整個 我們講整個從雲林 雲林沿海 嘉義沿海 台南的沿海 這個是台灣最早期 這個以前正成功登陸的地方 所以這台灣最早期開發的 那 事實上 這樣早期開發 可是我們現在再去看 然後我就講嘉義啦 其他地方我沒有那麼熟 嘉義 東石鄉 他的老年人口比率 老化指數是 19% 布袋 布袋鎮 也高達20% 這麼高的老年人口比率 可是 這個台灣最早期開發的 我們現在去那邊看 就有一種那種 滄海三田的感覺 所以我是很感謝我們交通部 在2004年的時候 我們把這裡規劃叫做 雲嘉南風景管理處 那我們用一個單位 直接來規劃這邊 但是很明顯的這幾年來 要建設這個 我們這個濱海地方的一個觀光 我覺得力道是不夠的 我覺得整個力道 我們現在次長有 有怎樣的一個具體的規劃嗎 我想說是不是 事實上我們在這次的經會裡面 就雲嘉南的風景特定區 他們有變一些經會嘛 是不是處長要不要 處長 說明一下 跟你報告一下 大概整個那個狀況好不好 請 處長 蔡委員好 處長 是我們這在明年度的預算 我們在嘉義的東石部隊 我們都編列了相關以前做好的設施 現在的遊客都非常多 那整個服務的設施 我們目前會陸續都在設計當中 大概也有差不多 有 這裡的觀光 事實上在一些投入一些公共資源 有在帶動 也已經在轉變 那我要跟 在這邊跟次長 那包括我們局長 我們處長 我跟你們說 因為這是台灣最早期開發的地方 所以我們很 這裡很多 這些的主題都出外 都出外 都出你外地打拼 所以你在這邊投注一塊 你只要投注一塊錢 你會讓出外的子弟 他們願意反鄉投資 你外賦可能你出一塊 但是對地方會賺十塊 我了解 這和其他地方偏鄉地方不一樣 這些人 我們這些主題都出外去打拼 你如果讓我們覺得說 我們的故鄉要有機會 政府沒有忘了這個地方 這麼出外的人 願意回來投資 我們這裡一定還有機會 好不好 我希望我們交通部 好好支持 我們雲嘉南的這個 冰海地區 尤其比較偏鄉 或是比較落寞地區 對啊 這早期正很歡迎 現在全部落寞下去了 就是台灣的政策 我們不重視海岸 我們不重視整個海洋資源 我們不重視海岸的一個發展 那一直往內陸發展 整個海 整個我們台灣的海岸線 是荒涼的 這部分我們一定要去改變它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蔡毅委員 接著請劉士芳委員發言 劉士芳 劉士芳不在 鄭英鵬委員發言 欸 主席各位首長各位同仁大家好 那是不是可以麻煩周局長 欸 次長你休息沒關係 好 請次長 次長如果有興趣上來也歡迎啦 欸 局長請 辛苦啦 次長你十分嘛 媽 開會啦 好 你趕快吃啊 我也跟市長您說明一下齁 就是說其他委員會最近其實爭議都很多 大家每一個 沒有 市長你說 所以我們交通不同仁可能要珍惜我們交通委員會 平靜跟理性的環境啦 所以我們每一個政策都要好好做到位 那盡量不要引起我們預期不到的爭議齁 所以今天也跟我們那個觀光局這邊來請教 來 謝謝委員 其實我覺得也有同感 非常謝謝委員 那就正式上陣齁 是是是 就跟你請教一下看你的問題有沒有問題齁 好 最近我們交通局大概 我們觀光局啦齁 大概有國民旅遊卡 是 對不對 就大的我們請張政委來做協調嘛 是 那七十幾億 那這個是小條的 補助接待大陸地區人民來台觀光業務受衝擊之旅行業 辦理國內旅遊實施調點 這是觀光局的沒有錯嘛齁 沒錯 三億元 因為這個是一個專案的實施要點 那就三億嘛對不對 是 以後會怎麼樣不曉得啦齁 那名字很長 來我來跟那個局長您討論一下 這裡面我們的會不會有一些問題啦 我等一下跟你算命一下看這三億元會花到哪裡的結果會如何 看您認不認為這樣有沒有辦法再補充齁 現在你們補助的對象是曾經接待大陸地區人民來台觀光從事業務的對不對 第二個是要有派員參加這個輔導的這些什麼計畫的課程 你們的補助對象是這個沒有錯 有一些委員在建議就是說 專辦國內旅遊就被排除 所以再另外如果你們帶去九線市 還是可以補助的到對不對 本來是希望他們異業結盟啦 就是國內這個旅行業 然後因為他異業結盟的比例不高 或者是意願不高 所以我們就把它放開 局長這個異業結盟這個 就等一下會是您的重點喔 來我們來分析一下你是不是合不合理啦 我們旅遊的內容到底是平日還假日 這會牽涉到你們的補助對象 旅遊團體如果是國內 國人的國內旅遊 達20人以上你們補助對不對 然後再說旅行的旅遊的期間 你們像團體旅遊至少有一天非假日對不對 沒錯 沒有錯齁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你們的統計 根據你們104年的國內旅遊方式的統計 這個是觀光局出的喔 我們來看一下喔 國定假日週末或星期日的喔 他們大概佔了百分之六七十 有平常日去旅行的 只有百分之三十一 去兩年來去年跟前年都是這樣對不對 這應該沒有錯吧 你們統計 所以你們的對象其實 已經縮小到只有百分之三十 以前會做國內旅遊的團體囉 所以你們當然也希望說這百分之七十 會在平常日去旅行啦 你們希望透過補助去鼓勵喔 這一點你們要達得到 我先提醒局長 來再下一個齁 再來說你們旅遊方式是個人還團體 你剛才說是對團體嘛對不對 一樣是你們的報告 104年國內旅遊的方式 在國內的國人旅遊 個人旅遊佔百分之八十七點九 團體旅遊只有佔百分之十二點一 所以如果照他們的習慣來說 剛才去掉百分之七十 現在去掉百分之八十七 你們可能喔 如果有習慣做團體旅遊 只百分之十二點一 這個對不對 我們當然也希望透過你們這三億啦 小小的三億元去改變這個生態 委員是用消去法的話 當然會是這樣子的結果 對會是這樣的結果 當然我會說你們這個政策是 希望可以造成改變喔 再來齁 那限定團體 所以約有百分之九十 九成的人會被排除掉 這個是你們要注意的喔 那我們再來看團體是哪一些啦 一樣一項項跟你們報告 那補助的一日跟多日有不同的 那個有不同的金額齁 如果是旅遊一天的最多一萬五千元 對不對 那如果多日的最多四萬五 那如果你們請會講那個 會講國語的導遊大概有這個補助 沒有錯吧 是是 這個沒有錯嘛齁 所以你們補助的對象 鄰里社區也算 學校也算 民間團體 新增的旅遊活動都算 能出具證明的再加五千 大概是這樣的補助齁 是 那結果會怎麼樣咧 來 旅長再用你們的報告來說明齁 我們再看你們是一日跟多日有不同的差別的話 我們在國內旅遊一天的 在你們的報告裡面是71 沒錯 每年大概71點多 兩天的18點多 三天以上的大概就加10% 是 所以一天為主 對不對 那你們希望他一天以上 沒錯沒錯 所以你們這樣銷來銷去你們的 你們可以補助的對象其實會非常有限 那我再告訴你非常有限的結果會是怎麼樣 來 再來齁 你們希望在明年的4月底之前可以向你們提出申請計畫 所以這個三億這些條件加起來會變怎麼樣咧 來我跟你算一下齁 來 所以如果他全部只補助一日的 一日有的 對不對 剛才站的比例最高嘛齁 每團我們大約補助兩萬好了 你們可以補助一萬五千團 照這樣來算齁 那如果是三日的話補助大概六萬 你們大概補助五千團 加來加去除以二啦 相加除以二你們大概要補助一萬團左右 這三億元補助一萬團大概每一團補助三萬 會是這樣的結果 那你們從現在開始算到明年的4月底 你們總共只有150天 核准申請 所以你們如果補助一萬五千團 你們一天要省一百件 如果補助三日你們一天補助你要省三十五件 所以你們現在開始每天平均起來要省七十件 你們真的有這個能力嗎 一天省七十件 因為我們在審查的時候已經有考慮到這個電腦的作業 跟人員的配置 用電腦警的就對了 電腦審 好 那也沒有關係 我跟您報告幾個可能結果 看我算命準不準 五月再來檢討 可能的結果意義是怎麼樣 因為你們村里的活動也可以 所以村里的長輩團一日有 其實就是你們的12%點多的啦 他可能是最大的受益者 局長會不會變這樣 長輩團他們本來就有這個習慣了 我們本來就希望把餅做大嘛 如果分母如果是還是樣子的話 那當然就是這種數學的模式是剛 可能會是這樣沒有錯啦 其實因為你們要平常日可以出遊 又要團體 其實最常見就是長輩團 因為他們可能都退休了 或者他們本來就家庭主婦 這是我們的情境可能之一啦 但是你要去注意比例 如果都是長輩團 其實你不鼓勵他們 他還是會出去 因為他們成本相對低 都是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認為這個政策不算成功啦 可能結果二是什麼 春禮出團 旅遊社 旅行社出牌 出執照 他會變成二房東 所以我這些辦過 你剛補助對象那些 半路客團的 他實際上沒有在經營這些團嘛 可是實際上春禮團有在出發嘛 所以我白照你 你去申請我抽 這就是二房東啦 局長會不會變這樣 這個你有沒有辦法防止 借牌抽成 在你們現在的機制裡面 有沒有辦法防止這個 因為原來確實有這種疑慮啦 那現在等於是 所有的這個一體適用 就不會有類似這種 避斷這種現象發生 就不會嗎 那之後你們就要 我不懷疑啦 我是說希望把每個政策都做到位 本來我不能參加 可是我現在已經可以參加了 這種情況就幾乎是就沒有了 不要讓人家提出這種事 好不好 說要哪一間酒排骨 我都沒有在做業務 對對對 到最後這個賺的都是誰 我最擔心是怎麼樣 老闆賺走了 他下面真的你要幫助那些員工 包含駕駕駛 是 其實他們這些 那些開陸客團的駕駛跟那個車子 其實是分開來的 跟春禮團是分開來的 不要造成這個狀況好不好 次長也請您在這中間的過程要把關 7000團以上 其實不是很好審核 第三個可能結果是什麼 你們4月30號之前 要嘛沒用完 要嘛團太多 那你們怎麼辦 我們現在預估可能農曆年前就會用完 確定是農曆年前就會用完 那你們所以一天可能要審80團以上 目前的話會分配 而且現在正好是比較 我不用抓幣的方式來質詢 但是希望說你們這個要做 我們會評估 要評估好 如果超過太多被檢舉說是二房東的狀況 結果二 你們真的要注意好不好 對 嚴格處理 好 那講二房東 麻煩次長一下 好 那局長可以請了 好 謝謝 二房 那個 次長 在你們所屬裡面 如果有當二房東可以賺100萬的 你覺得有好時間嗎 做二房東可以 做你們所屬喔 交通部所屬喔 當二房東一年賺100萬 有這個事情你曉不曉得 我不曉得 但是 我不曉得 來 我提案有寫 你們可以看到 來 跟您報告一下 什麼叫當二房東賺100萬 來 我們看一下這個 在我們交通部觀光局 你們現在的所在地 大陸大樓這些 這個六樓跟七樓 你們跟誰租的呢 跟台灣市西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對不對 沒有錯吧 局長 一年租了多少錢 我們一半是自己的 一半是跟他們租的 對 那你們租金一個月 一年給他們多少錢 平均一個月 我們是算 算這次是算整個一月 一年多少錢 一年多少錢 印象中是130 一個月130萬 一個月不是150萬 那你們為什麼放那邊150萬 預算裡面 本來是一般 對 因為最近才剛議價啦 又跟他們議價齁 對對對 算他們有良心 來 你們所租的所有權人是誰 是市西嗎 呃 是他上面的老闆啦 中華顧問工程師啦 這是交通部贊助 全額 他是他的母公司嘛 對不對 他是他上面的控股啦 這樣講 你們的所有權人是他 但是你們的 你們的房東是誰 市西嘛 對不對 所以你們本來 本來你們付給他大概 一坪一百一千五 那你知道他 市西跟他的 頂頭上司中華顧問租 一個月多少 一坪多少錢你知道嗎 來 我跟你講一下 來 市西成租的價格是一千四啦 他一千五租給你們啦 市長這個有天龍 議價剛好而已啦 你們所屬的中華顧問 用一千 用一千四租給 他所屬的市西 市西再用一千五租給你們 你們當院大頭當幾年了 好幾年 好幾年了是不是 這個市長你覺得怎麼樣 二房東賺一百萬 都是你們的 你也出咖 這就是我們的家務 事要好好算一下 以前的人算不當得利吧 是是 連合約都不願意換 懶惰到這個地步 都是你們的人 所以有時候不是說 對這些什麼財團法人 對這些 那個轉投資公司有意見 你看你連自己人都吃啦 好 吃人的都自己的親徵 要小心 我請幫我局要徹底檢討 好不好 這個 從今年開始不要再發聲 從明年開始換約 好 好 謝謝 鄭一鵬委員 接著請 吳智陽委員發言 吳智陽不在 蔣乃馨委員發言 蔣乃馨不在 廖國動委員發言 廖國動不在 何欣仲委員發言 何欣仲不在 周承秀俠委員發言 周承秀俠 周承秀俠不在 張立善委員發言 張立善不在 賴瑞龍委員發言 王惠美委員發言 王惠美委員發言 王惠美王惠不在 呂孫林委員發言 呂孫林 呂孫林不在 登記執行委員 進行發言完畢 委員徐正衛 所提的書面執行 並列入 列入記錄 並刊登公報 休息十分鐘後 進行預算處理 休息十分鐘 訴匡 立善 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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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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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没人 感谢观看 应该 感谢观看 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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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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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你 感谢观看 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就五十二 五十二 前面都是通過吧 數學委員 這個沒問題吧 四分之一啦 動四分之一 那就五三五四五五五八 五三五四五五六五七五八 一個案 看五十三案 五十六那個 動結五分之一 說明 書面說明 五十六是同案嗎 你的亮點計畫到底是哪一些啊 要講清楚了 對不對 全部 全部嗎 這幾頁齁 都動變四分之一好不好 那要提書面齁 好 那這沒一些嘛 五三五四五五五六五七五八 就動結四分之一 好可以 五十九案 五十九案正天台委員 這是什麼事情啊 這動結 跟委員 跟委員報告 那個有關 排除原基法 原住民 在他們的生活 或者是記憶上面 要採取這個資源的話 我們發展 光條例我們在今年的 四月二十號 已經發展給 委員會這邊了 您說明 沒有抵觸我們不會開法 那另外我們 國家 這個風景特性區 管理條 管理規則部分 不然也在修法中了 對 就按照這個來動結 會講你的喔 好 動結十分之一嘛 這個不要處理啦 這個 政委員 這個不好啦 對 拜託就不處理 就拜託就不處理 你要修那個你的管理規則 眾議員可以嗎 眾議員可以不處理嗎 就修啊 修法中 對 你先提書面報告嘛 好 提書面報告 提書面報告 好 請翻開六十案 六十、六十一、六二、六三 是一案 動結 然後書面報告 然後書面報告 好 各位委員 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 是同一案 從歐伯委員 政天才委員 你們說明一下 來 這個我要說明一下 六十 因為 因為這裡有幾個風景區管理處 它確實 治場率本來就比較偏低的 譬如說西拉雅的部分 它要衝 衝這個量也確實有困難 所以我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這些國家風景區 在 做觀光盤點的時候 我們希望 我們也希望說 給我們一點時間 那把這些重要的工作 做調配 所以這個 這個預算 是真的要拜託 這一次能夠支持 動結四分之一 書面報告好不好 好 各位委員們可以啊 請問一下 就行這個合得沒有 就照六十三 林運線的案子啊 以核定計畫 那主席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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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提的也是這樣 要凍結四分之一 但是你剛說四分報告 應該要壓個時間 三個月內提出來 可以嗎 好 好 是 好 那先 以六十三二為主 以六十三二為主 好 下面是六十四 哇 這裡面 欸 可愛嗎 六十四 六十四這邊我 我這邊 是針對就是 就是在原住民地區的風景區的部分 齁 那 在原紀法二十一條二十二條 有提到共管機制喔 到現在都沒有進行喔 所以呢 在這個落實共管跟 好啦 通過啦 好 謝謝 洞結十分之一啦 洞結十分之一啦 這六十四這個 誰寫英文啊 很帥這個 糟耶 這不是英文 這是我的名字 這什麼文 好啦 六十五案啦 稍微趕快啦 這是羅馬拼音 齁 加一個書面報告 加一個書面報告 謝謝 你要問小姐電話等一下再說啦 六十五 都沒找的 進行文 你們說明一下 沒有啦 說明一下 他那個預算書裡面那個 你要寫一下那個工程項目啊 一一多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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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委員 最主要這個工程項目 在預算裡面 沒有辦法一一詳列出來啦 而且我們這個管理處 在一定項目的時候 都會有距離 但我們是不是 就是說 核實需求以後 然後我們再通知 啊我們提那個書面報告 什麼 你在說什麼 一一多你說你沒有辦法 一一詳列出來 不是 有關係的提列啦 那我們提書面 比如說什麼沒有辦法提列 那我們提書面 就是我們在提那個 預算書的時候 說明 預算書就是要詳列 有什麼不可以詳列的 好啦 我們就提書面報告啦 提書面報告 你說你就把細目補過來就好啦 是是 才可以動支好不好 好 好 陳666768大鵬灣 也是這種情況 我們就 就 就這個提書面報告 好 提書面報告 然後再 666768提書面報告 對 這都是大鵬灣 因為這次大鵬灣確實風災很嚴重 69 69 沒有沒有 張偉 你編預算你要做哪些要寫出來 不然你總數你怎麼抓 對對 你怎麼編預算 沒錯 我們就用把書面報告寫清楚 這是對我們 委員會尊重 應該的 這個說法是不合理的 我知道 這說法不合理 對 69 動支十分之一 動支四分之一 像這個齁 林居先生委員說了有道理 你們 預算書沒有辦法陳列太細的 你們今天要來的時候 就應該帶過來啦 沒錯 而且 而且有一種訓練 沒關係我們就 這比我書面是六 69 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是 提書面資料報告 可以嗎 是 提書面資料 好 第一 北關也是提書面資料 這也是北關提書面資料 北關的也是一樣 是 等一下等一下 七 七十一測案了 七十一測案 謝謝 好 然後七十二也測案了 七十二 七十三也測案了 七七二七三 七十四到七十四也測案了 但是 謝謝 要尊重一下 那個在地的委員 那個呂孫林委員 你們要跟他好好的說 他覺得你們都沒有認真在做 七十五是什麼 為什麼 北海岸那關英山花那麼多錢 來 七十五啊 七十五 好 七十五是在北關的 你說明一下 為什麼要花那麼多 八尾這個不是花那麼多 他那個是預算書的錢 全部是這麼多嗎 他這個主要是要我提那個 是不是有做再生能源 那再生能源其實在北關是做了最早的 103年我們在白砂灣有做太陽能板 然後104年也有在金山活動中心做太陽能板 那這個也是照剛剛我們局長講的 我們提出面資料 來補充 好 那要報告給我們 好啦好啦 好 謝謝委員 決議決議 沒有凍結吧 沒有啊沒有 沒有 七十六 七十六 七十六是跟剛才六十案一樣 七十六跟六十案是一樣 好就是 好七十六決議案啊 七十七 沒有啊七十六主決議沒有要中 沒有要給他 七十六都通過了 七十六通過了 七十六通過了是吧 七十六通過了啊 七十七 七七可以吧 是 同意辦理 七十七可以嗎 好 遵照辦理 遵照辦理 七十七遵照辦理 七十八 七十八部分 我們確實也在這努力了 我們遵照辦理 七十九 垃圾桶 是不是 七十九 好這個我們也裝案處理 七十九 跟委員報告我們明年度會把風景區的垃圾桶 有品質的提升 八十 好 八十 好提書面報告 其實辦案有沒有寫錯啊 葉委員 最後一句話是 五屏 五屏 整體京都之觀光發展 應該是台南之觀光發展 他講日本啦 是啦 你看他最後結論應該是講台南 京都啊 京都是哪裡啦 參考日本京都嘛 現在是台南之觀 對 又有人 又有人走了 台南 還是谷都 谷都 谷都 這個是 谷都 對 谷都的 對他是要寫谷都 八十一 八十二了 八十三要不要過 就提書面報告 OK 更要過 八十三更要過 增加書面兩個字 好不好 就三個月內提 提送書面 八十二增加書面兩個字 好 倒數第二行 謝謝俊興委員的要求 我們會努力來做 陳雲生 八十四 八十三 先陳委員要八十三 策案嘛 好謝謝 八十三 八十四 沒有沒有 是是 隨便你了 隨便你了 好 謝謝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四 八十四可以嗎 可以啦 好 八十四 好 好 同一班 八十四 八十三 八十三 八十三過了 沒事啦 謝謝 那沒有什麼啦 八十四沒事吧 八十四 八十四 過了 八五 八六 八七 八八 八九 九十 九一 九十四 九十一 九十一 可不可以做一些文字修正 九十一 不要這樣 沒有要卻檢查 九十一 還是沒有要審查 九十處 紳架 你還是要審查 九十一 那agogue 局與委員充分溝通 交通委員會溝通啦 審查兩個是改溝通 好不好 溝通 局長9 912 912 913 那個倒數第一 過去資源著重於台南加益 這句話刪除了 局長 93案 過去 過去著重於台南加益 這個刪除 謝謝 未來不要補輸就好了 過去 資源著重於台南加益化掉 93過了 94 94我們遵照辦理 車案 95 人家都這樣過了 95都過了 好 好 96過吧 好 不再也要過 再也沒關係 再的話可以測案 好我們遵照辦理 97 遵照辦理 98 過了 遵照辦理 98 99 好遵照辦理 100 100啊 100沒有關係啦 就是繼續擴大辦理其他南向國家 就這樣照辦 這沒關係 101 就是兩個月是不是給我們寬限一點 是不是就統一三個月 好謝謝 102 102我們照辦 103 也是一樣給我們三個月的時間好嗎 書面報告 104 104 同一照辦 105 105的話 因為有涉及到民航局啦 好 所以 是不是專案報告改 103 103是吧 103 早上已經承諾要做了嘛 你再拖三個月 整個都到過年時間了啦 好 一個月內 一個月內來做啦 好 好 車家酒的部分嘛 好好 一個月 觀光專車啦 就是書面報告 你們就答應就好 不只報告啊 要執行啊 是 這東西有什麼 會就是想做啦 也想做 但是要跟鐵路局那邊談 反正就給共通盟看了嗎 你給你看 好 就書面 是 105就是增加書面兩個字嘛 108 10 106 106 107都沒問題吧 還要做評估嗎 這個 蕭媛這個還要再做嗎 評估就評估嘛 不用評估就做就做了 好 那後面那行我們就刪除了 好 好 108 107 107 好遵照辦理 107 108 好是 遵照辦理 好 沒關係我們來做 怎麼反對到我這裡來的 好 109 好 遵照辦理 哪裡哪裡 109 109 寫什麼 等一下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好了沒關係 好了 我們遵照辦理 110 也遵照辦理 110 也遵照辦理 111 好我們遵照辦理 遵照辦理 112 112 112嘛 剛剛次長同意了嘛 對啊 113 113的話就是書面報告 好啦可以啦可以啦 沒有啦 沒有啦 那個跟委員報告一下 有一個齁 就是剛剛有特別 我特別稍微hold一下就是 有一個是 有特別提到說 不得為旅行社 就是第90案 這個部分是沒問題 但是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擴大國旅方案啦 就是以後 這一次補助完以後 怕就從此以後都不能補助了 所以這件事情要跟委員 這個 報告一下就是說 這是一個政策的問題啊 就第90案的主決議 就是未來其補助對象 不得為旅行社 旅宿業等業者 這一句話是不是要存在 這個可能政策的考量 對 這個會影響到 現在這一個案子是沒問題 但是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檢討以後 這個擴大國旅方案 你建議怎麼樣嗎 我是 我是建議 未來應考量整體產業發展 這樣就好了 對 好了 以保障國內的旅遊市場之秩序 這個觀光環質也要 區域均衡啊 是是是 好 好就是 是是 未來應考量整體 區域均衡 好 這樣可以嗎 好了 各位委員辛苦了 改書面報告 對啊 有啊 已經改書面報告了 我們先不要跑啊 我另外一人來走 哪裡 哪裡 就這隻吧 好 協商完成做以下報告 今日協商結論免以宣讀 授權議事員整理作為決議列入紀錄 如有委員對提案補簽列入紀錄 針對本日會議做如下的決議 一 報告及巡答完畢 二 委員於質詢中要求提供相關書面資料或為己答覆部分 請交流部禁述以書面答覆 本日預算審查結果照列或照協商結論通過 交流部公安局局搜索單位預算處理完畢 上會 找公司 有玫瑕 誰 所作了 喜作 request 該acy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